不好意思 陳明元執行長 好 那麼這幾位如果陸續到場 我們就一一再跟各位補充來再做介紹 然後有列席的政府機關代表 跟這個相關的人士 有行政院內政衛福勞動處蘇永副處長 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主委員會 周萬順主任秘書 原住民主委員會綜合規劃處王瑞瑩處長 總統府法規惠郭淑貞主任委員 內政部地政司陳傑忠專門委員 民政司羅素娟專門委員 國家公務員組的詹德書組長 國防部軍備局工程營產處李峰彥專門委員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侯琼科長 財政部國庫署洪培明科長 經濟部國營會蔡淑娟副處長 水利署蘇瑞華副工程師 台塘公司邱永靜副總經理 法務部法治司王金英科長 教育部秘書處蘇瑟張副處長 國民級學前教育署許山榮專門委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楊國楊主任 文化部綜合規劃司李世銘專門委員 文化資產局林滿元組長 課委會劉盡中參事 國軍退廚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事業管理處張曉珍專門委員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黃立平組長 司法院民事廳陳麗麟法官 國發會社會發展處邱程序檢驗視察 檔案局應用服務組專門委員兼副組長石樸 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蔡宜儀組長 國家人權籌備處王信惠副主任 國使館何志林副館長 人事行政總處編組人力處陳雅玲檢認視察 群序部法規司謝迎龍檢認視察 行政院主計處公務預算處徵患動專門委員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公司蔡氏如科長 社會及家庭署林婉如科長 二十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廖繼斌執行長 好 以上介紹出席跟列席的代表 那麼來介紹我們在場的委員 在場的委員是我們國民黨黨團的徐玉仁委員 本會及本院委員如果陸續到場 我們再一一跟各位補充介紹 好 現在請宣讀公聽會討論題綱 討論題綱一 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追求的目標為何 與轉型正義有何不同 二 聯護國處理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主要文件 所構築的回復原住民族歷史正義框架為何 三 美加澳紐等國處理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之界境 四 現行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其配套修法能解決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土地正義問題嗎 宣讀完畢 好 現在在邀請各位依順序發言之前 有幾點來做說明 如果我們會 基本上我們會照各位簽到的先後順序 但是如果有需要調整 無論是往前或往後調整 那麼請告知主席台我們會來討論安排 如果說這個我們發言的代表都發言結束之後 那麼由本院委員想要來做發言的話 我們會依主席台這邊會登記 你們這個委員不用做登記 我們會記錄各位到場的時間 我們依先後順序邀請這個委員發言 那麼如果政府機關代表 也要針對學者專家的意見加以回應 那麼等一下我會詢問各位 每一位學者專家的發言時間 原則上是十分鐘 我們會請各位盡量控制在這個時間之內 那各位在發言的時候 這個兩邊是發言台 兩邊都可以使用 那個在發言的時候對面 會有一個這個倒數計時的 在各位往後面牆壁看 左邊那個現在歸零的 那個是倒數計時的計時表 我們會從十分鐘開始倒數計時 那麼各位發言剩下一分鐘的時候 我們會按您提醒 好 那如果我們還有時間 因為我們今天會議的時間是到十二點 如果還有時間各位還想要做第二輪的發言 我們會到時候會來徵詢各位 好 我們現在先邀請專家學者 來照簽到順序來做發言 我們第一位邀請實際大學教育傳播學系的潘潮成教授 公明議員 主席好 各位朋友 各位伺貌各眾方議員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地收到大這裏來谈一下 這個有關本市公盯會的這個意見 我是潘潮城 毛季昊奧 我是嘎玛蘭族 我的祖先来自宜蘭吉利班舍和嘉里婉舍 后来因为自从1796年到1920年受到压迫之后 我们的祖先就集体逃到华莲 本人在1990年代开始就一起争取 包括嘎玛蘭族在内的贫补族群的 这个负民的工作 以及他们的民主权利 所以我觉得转型正义 我要是要说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对原住民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目前民进党版的促转条例当中 似乎是要限缩在1945年以后的这个威权体制中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狭隘的一个转型正义 个人认为转型正义应该站在一个制高点 一个宏观的视野的制高点 它可以涵盖历史正义 土地正义 或是说历史以来被不当剥夺的追讨 也就是我们要的正义是把属于我们的还给我们 促转条例的年代从1945年应该再往前推321 也就是321年 刚好就是1624年 河南从未经过台湾人的同意 就登陆了这个西大亚的领域 台南 军战列走台湾 300多年将近400年 包括西班牙 政成功王朝 清朝日本 还有贵国 中华民国 持续持续我们400年 这400年 各个殖民政权 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消灭我们台湾原住民各族的主权 因此 今天的执政党应该具有宏观的视野 宏观的至高点 去概括承受这400年的历史 不要再说太复杂了太庞大 而选择了 70年的转型争议 来处理 教中方济各在7月份的祈祷意向中 呼吁私人要尊重原住民族 他说 原住民族的特色和生存 受到了威胁 原住民族硬受到尊重 是的 21世纪的今天 主流族群和知名国家 必须深切地反起彻底的改变 同时应该尽速提出适当的法律跟政策 才有机会 恢复台湾原住民各族的主权 否则 至今坚持不放弃主训 以及守护千百年珍贵的价值 精神文化 都快要抵挡不住了 我建议 应该在现有的促转条例的党版中 民进党的党版中 正列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如果说要提出时间点的话 应该是从河南知名台湾犯下不当作与的时间点开始 也就是1624年 虽然蔡文总统说他会以总统的高度亲自处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而在总统府设置原住民主转型正义委员会 看起来处理原住民主转型正义的位阶提高 但是也让我们担心它是实质的变相的降格 这才是令原住民主担心 因为这个委员会没有法律的基础 蔡文文总统说 他以总统的高度来处理 但是总统的高度有一天也会变成低度 今天的执政党也会变成明天的在野党 执政不做在野在那边告别灰车啦 我比较担心的 总统府的原住民主转型正义 只会沦为道德面向的讨论 最后我要讲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没有不尽的意思 但是可能会跟段一康委员有关 大约在两个礼拜以前 段一康委员在他的脸书说 想到在台南有个段氏聚落 他说看到一些资料 吉倍首要段氏似乎是来自中国和西拉雅族通婚的后裔 不过有些吉倍首要段氏子弟 并不承认祖宣是江西平江段氏 这倒有趣了 应该找时间去访一访青童 这是段委员在这个联署上写的 好 那本人在这里告诉段委员 这一辞段 非匹段 1998年到2001年 本人刚好在吉倍首拍摄一部纪录片 叫做吉倍首与北部阿嬷 当时就有访问到一个段氏的旗郎 他说当时老国代老立委 有信段的立委来找我们 来他们认清 那我们觉得也很高兴 说我们的中卿有当立法委员 所以来了几次互相认亲 他们也来到吉倍首与北部 他说我也搞不清楚 交流几次就中卿了 因为说好 我们知道 我们吉倍首与北部 吉倍首与北部 我们的段是厚厚段 厚厚段 所以清朝殖民政府就说 阿嬷断了 你们就干脆姓断好了 就这个断了 我不知道是短三小 这就是殖民政府活生生消灭 一个民族的 应该讲是记号吧 或是一个文化 倒是今天荒谬还在延续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台湾史 我们的委员如何定好 符合百姓或是原住民的政策呢 感谢各位 谢谢潘教授 因为潘教授在这个发言的时候提到我本人 那我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提到那个过程并没有任何价值的判断 我也不知道这个吉倍首与段是哪个段 只是因为中央研究院 潘教授应该知道有一份研究报告 里面提到说 这个段的祖先的来源 那我也看到说这个吉倍首与段是这个子弟不承认 觉得说这个是假的 这个历史是假造的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当然是我没有做任何的判断 我只是想要去了解 那如果潘教授愿意指正 那我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但是要扭曲我的话 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我在这里面我没有做任何的价值的判断 因为我也不知道真正的过程是什么 我跟大多数的人一样都不知道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第二位请台湾阿美族愚言永续发展学会 中文官秘书长 主席 我其实很想用全主语在跟大家讲 今天我想要讲的话 但是也许未来立法院可以设置一个翻译人员 那我才可以畅所欲言 那我今天就只能使用华语来跟大家报告 我从花莲过来 内心想要跟大家说的话 那我是台湾阿美族语言永续发展协会的秘书长 那同时也是小米税原住民文化基金会的董事 那在过去几年 我其实长期在推动原住民语言的附赠的工作 那有很多机会跟南岛民族有很多的一些互动 那这些地方的原住民非常清楚台湾原住民跟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去到访的时候他们都会称为我们 我们是来自于motherland的人 也就是妈妈土地的人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称为称我们叫uncle 有时候会称我们叫cousin 所以可见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这几年呢 包含东家还有纽西兰陆续都有制作 Mac in Taiwan的纪录片 这个不是台湾做的纪录片 是东家跟纽西兰分别制作 大家可以上YouTube去查 那这个纪录片里面其实呈现了 台湾原住民跟这些地方的 我们有相似的语言 我们有相似的社会文化 我们同时有相似被殖民的历程 那可是我很想问问在台湾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历史 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真实 甚至是台湾原住民 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 它跟太平洋之间的关系 那台湾国家化之后 台湾原住民其实就处于边缘的地带 那又有多少人了解 真正台湾原住民的历史 那就连同原住民现在的成员来说 因为国家统化教育之后 认同污名的下一代 又怎么知道自己是谁 这个是现在台湾原住民碰到最大的问题 那台湾原住民400年来 从荷兰时期的东印度公司 那一直到清朝的开山府藩 再到军事武力讨伐原住民的日本统治 接下来的国民政府的威权统治 那这一整个历史脉络下来 那从西部的平补族群 越过中央山脉到东部 一直到兰嶼的达物族 原住民的生活空间跟土地 持续在消失中 我讲的是持续 到目前为止还在消失中 那自从土地私有化之后 那再在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政策 那让原住民有许多的传统领域 变成公有地 那之后这个公有地呢 透过土地改革的政策 工地放领 三七五减租 这些工地全部都是原住民的 那好 那这些被放领的 为什么原住民的机会是非常的低 可以跟大家讲 有人会说 当时在土地私有化的时候 原住民为什么不去登记自己的土地 为什么原住民不去登记土地 因为当时你只要登记土地的话 你就会被赴税 被克税 那原住民已经很贫穷了 那你又要克税 土地这么贫瘠又要克税 那更贫穷 那不是把原住民推向贫穷的一端吗 那当然就没有人要登记 没有人要登记 汉人当然就把握机会了 就全部搭面积的登记 那一登记之后呢 经过工地放领 三七五减租 这些土地都变成私有地 那私有地上面就会挂了一个牌子 叫做私人土地请勿进入 那原住民本来可以自由进出的土地 最后变成是一个被限制的生活的空间 你可想有知在部落的族人 在部落的领袖 看到自己周围可以自由进出 可以自由采集的空间 全部变成私有地 全部变成民宿的时候 那原住民怎么去想这些事情 那原住民要情何以堪 看到这样的一个土地的变化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花东去走一走 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在原住民附近的田野 挂了非常多的仲介的牌子 那仲介的牌子之后呢 就会换私有地请勿进入的牌子 这个是原住民目前在土地上面 所碰到的问题 那政府跟财团联手开发这件事情 就不用说了 这个是现在普遍所发生的事情 那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在2014年出版的 世界原住民健康报告书 The Healthy of Indigenous People 里面就有提到几个内容 就是除了社会经济地位 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等因素 影响原住民的健康以外 栖息地的破坏 土地流失更影响到原住民的生存 跟健康的维护 那也就是说 这些来自于殖民者 对原住民的资源的掠夺 其实是造成了原住民健康上面的恶性循环 我举个例子 台湾的土地的剥夺之后 台湾原住民因为没有土地生产方式改变 所以他不得已来到都市这边求生存 那来到都市这边只能参与劳力密集性的工作 处于健康危险的一个环境 那加上低薪资贫穷疾病 台湾的产业的变动失业 加上整个社会上的偏见跟歧视 那同化交易造成自己的认同上面的矛盾 那这些都是让原住民变成被边缘化 被孤立化 尤其都会原住民它又是边缘中的边缘 目前都会原住民的人口数根据原民会的统计 已经超过53% 53%的原住民是居住在都会区里面 那这所有原住民所面临到的社会问题都是历史成因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是历史成因 是一种掠夺压迫下不正义的过程所造成的历史的创伤 那这个历史的创伤持续在原住民的下一代产生 所以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不同的世代持续循环这些问题 那再来就是 从日据时代的时候 日据时代的黄民化政策一直到台湾 飞行国语童话教育的手段的时候 华语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语言 那原住民的语言呢 沦为一种野蛮不文明 一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草莽的文化 那别的原住民成为一种贫穷跟边缘的身份的象征 那我们怎么让原住民去负责自己的语言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整体社会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我刚才讲的 其实都是原住民现在所面临到的真实的生活 那我们现在来谈原住民族转型正义里头 历史正义其实就在原住民转型里头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因为这关系到能不能将这400年来的殖民者 对原住民的压迫掠夺的真相厘清 那从这个历史的清算上面去发掘真相 那也可以作为其他正义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那历史正乡对原住民其实很重要 那上个礼拜7月6号立法院举办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公听会的隔日 新北市有一个网友在网路上面po了一个文章 我念给他听 他一开头就说 台湾原住民根本脑袋有病 指这群人没有用的人享有特权 还用畜生来骂原住民 他还说 这群畜生阻挡政府还凭不准在原住民土地上面开发 硬说台湾人跟政府抢他们的土地 他们 他们这个是动物的他们 他们原住民抛弃自己的文化 让语言消失 还要台湾政府负责一年支付50亿来拯救母语 我很想说从刚才的整个文化历程里面 土地怎么消失的 那原住民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捍卫自己的权利 那语言怎么透过童话教育跟单一文化教育消失的 那原住民为什么就不能跟政府求查 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个案 它甚至是台湾普遍的一个观念 那造成这种原住民社会跟台湾一般社会的紧张关系 不是这些乡民 而是缺乏历史真相说明的政府政策所造成的 那最后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历史正义对台湾原住民其实很重要 认为历史正义的目标 我认为历史正义的目标应该要摆置在 原住民主在这个土地上面既有的主权上面 重新挖掘真相 那挖掘真相之后呢 并归还原本属于台湾原住民在这个土地上面的 主权的身份跟地位喔 因为也唯有此才能够重建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面的人格跟尊严 那主权这样的概念其实在纽西兰的YTK Treaty当初在跟英国政府谈判的时候 他其实就站在土地的主权上面跟英国政府谈判 才会有整个运动的30年之后 毛利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 毛利语可以是纽西兰的第二官方语言 甚至任何的公部门的文书书表都必须要有毛利语 这个是台湾原住民引领期待的喔 那这也是我个人希望跟大家能够分享的我的概念跟我们从不过带出来的一些想法 谢谢 好 谢谢执行长 我们接下来请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的吴赢德教授 吴教授发言之前不好意思 我先补充介绍现在到场 已经到场的各位学者专家 高层大学政治法律学系的廖一鸣教授 台北教育大学蔡志伟教授 辅仁大学吴豪仁教授 清明台基金会林庸生研究员 还有彰化师范大学刘兆龙教授 好 不好意思 来 我们请吴教授 谢谢 首先感谢主席以及大院的邀请 在座各位先进大家好 是文化大学吴赢德 那针对原住民这个民族民族历史正义的这个部分的公听会 那我就根据大院所提供的提纲的部分 说明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那首先是关于提纲第一点 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追求的目标的部分 我想在原住民族的这个 当然我个人本身不是原住民族 那我从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上面看 我想原住民族大概他们希望回复的这个部分 可能跟我们在转型正义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部分是不太一样 尤其是促转条例里面所提到的 那跟学界的一些认定上面可能也不太一样 因为学界上面所认定的转型正义指的当然就是 维权统治时期所侵害的一些事件进行检讨 在这样历史上面的回复 那但是如果就这样子的原则上面来看的话呢 似乎对于原住民族的这个历史的回复的时间好像有点短 因为包括刚才前面两位先进包括潘教授的一些发言可以 听得出来或者是说可以了解到原住民族大概 所主张的这个正义上面的回复 可能要往前推到400年左右 所以这个从包括陈寅委员在这个会议资料里面所提到 17个陈寅委员为这个提案的这个部分 17个人拟据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说明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大概大概是只有以威权时期为主 那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可能跟目前原住民族所希望可以回复的这个范围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认为如果在这样子的架构之下呢 那是不是可以思考说这个可以把它分开来处理 分开来处理 换句话说就是促转条例就是专门处理 包括威权时期以后所发生的一些政府上面不公益的一些事件 那关于原住民族的部分呢就另外来做另外的部分的处理 那我想这样子可能在框架以及技术处理上面会比较明确而且单纯化 那么当然我想目前的执政党当然是民进党政府 包括小英总统 那我想这样子的好处呢 当然就是可以避免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议题被模糊化 尤其是目前国民党当然对于这个促转条例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些意见 那为了避免原住民的这个议题被促转条例给稀释 或者是被绑装甚至边缘化 所以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分开来处理 那当然目前另外的话就是如果假定是这样子处理的话 刚才潘教授有提到 那你在这个委员会的部分是不是要把它明确的法制化 的确今天的执政党可能就是明天的在野党 所以你没有明确的法制化的做法之下 我认为在这个委员会包括小英总统所提到这个原民会 原住民的这个不管你是委员会或咨询委员会 我想都会流于形势上面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认为在法制上面给予它明确化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点呢提纲第二点关于联合国这个处理原住民的一些历史争议的主要文件 当然这些文件是非常多的 不过大概最主要的 如果从2007年联合国的原住民的权力宣言来看的话 大概他认为说 以及1969年的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 这两份文件看起来的话 他所构筑的这个基本的框架呢 认为的是外来族群对原住民族侵略与殖民历史真相之调查公开 那么原住民族的文化保全 包括他的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这些的平权措施呢 那么以及对于他们原住民族的特殊史观的一些建立 所以我想这个都跟我们目前促转条例所要主张的 或者所要处理的一些转型正义的核心意义 我想是很明确的是不太一样的 很明确的不同 所以这一点上面呢 可能也值得或者是希望大院各个党团呢 可以再思考这个部分 那我想呢 如果就刚才两份联合国的文件上面来看的话呢 原住民历史正义的回复 它主要目标大概就是两个 第一个 或许我的还不是非常完整 但我想大概会分做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 回复跟确立原住民族的特殊法人格的主体地位 换句话说就是 避免他们在招致国家暴力上面的一些侵权或者是虐夺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回复这个原住民族固有的主权跟土地的管理力 固有的主权跟土地的管理力 那我想这个是关于提纲第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呢 是大院所说的这个提纲第三点呢 关于美加纽澳的一些处理的一些历史借禁 那我就只举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为例 那就加拿大来说的话呢 从1874年开始 他们有所谓的 他们想要同化原住民的小朋友 所以他们就强迫他们必须要去住宿学校 而且不对于他们的这些语言啊 文化啊 习惯啊 进行一种同化的一个运动 那这样子的结果呢 的确就让这些加拿大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们被迫放弃他们的母语 甚至他们的生活习惯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事实上对他们这个小朋友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加拿大政府呢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呢 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那么就试图来扭转 以及弥补当初所犯下的这个错误 那美国的话呢 当然就相对来说又更加的复杂 在座各位可能都有听过 美国有所谓的印第安的这个保留地 那全美目前的保留地大概有310个 310个 当然面积大小 以及相关的制度以及管理方式 都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 这个是目前美国他们的相关的做法 而且他们对于印第安人的一些 包括语言啊 以及相关文化的一些承认呢 跟保留呢 也都有一定的这个成效 我想就这个部分 或许也可以让我们的政府来参考 那所以这个我就联系到这个提纲的第四点 关于现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跟它的相关的配套措施 可不可以解决原住民的历史正义的问题 那我想刚才潘教授有提到 从这个荷兰人到台湾 一直到民政 国民政府 日据国民政府 这整整400年来的 其实原住民的土地呢 以及包括原住民的生活的这个栖息地呢 都不惯的受到了侵害 所以在现在这个状况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要回复它 也就是我刚才所提到 比如以美国为例 它有印第安保留区 那全美国有310个 那我们现在原住民 在台湾有没有办法设立相关的保留地 这可能是第一个可以去思考 但是我想不管能不能回复 至少如果你没有办法补偿 没有办法补偿 或者是无从补偿的 那我想至少你必须要还原它历史的真相 而且在第二个就是多元史观的呈现 多元史观的呈现 尤其是在日据时代的后期 跟国民政府牵台 非常多的这个原住民的土地 都被直接的这个收为国有 变成国有的林地 或者是国有的土地 所以这个对于原住民 这个传统领域上面的侵害呢 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或许可以思考 看怎么样在这个部分呢 能够来做一个回复 或者是一个处置 那么总结我前面的这个发言 我认为在促转条例的部分呢 要来处理原住民族的 这个正义上面的回复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是不是可以思考 例如国民党的版本 或者是其他委员的版本 其实我觉得 或许都有更值得参考的地方 以上谢谢 好 谢谢吴云德教授 我们接下来先介绍 现在到场的两位委员 民党党团的游美女委员 还有亲民党党 对不起 时代民党党团的高路营业委员 好 第四位请高雄大学 政治法律协系教授 及兼法学院院长廖一鸣教授 下一位请台北教育大学 蔡志伟教授请准备 主席在座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大家早安 我十分荣幸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参加这个公听会 因为我看这个公听会的题目是 原住民族历史及土地正义的公听会 就这个题目而言似乎应该到原住民族的相关的促进转型条例 这个条例本身的讨论好像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因为对于条例本身的讨论跟对于原住民族历史的见解的认知 还有土地正义的这个界定 这个终究在立法上跟历史的这个认知上面 还有正义的这个界定上面是不同的事情 立法还是有它的特殊的一些需求 所以以今天的公听会的这个目的的话 我个人就先就原住民族历史及土地正义 这个议题就政策跟价值上面来提出我个人的想法 那就原住民族的这个历史跟土地正义这方面 我个人因为我也许有部分的原住民的血统 但是我不是原住民 那我也对原住民的这个历史没有做过学术的研究 但是对于土地正义这个事情 我倒是曾经在这一两年 因为我曾经这个长时间参与农村社区 再生农村社区营造这样的工作 倒是曾经遇到过这个山上的农村社区 在进行营造工作的时候 所发现的一个法律问题 那就是政府林务局 农委会林务局 用他认为原住民族在阿里山 或在雪山上面所种植的这个 原来已经种植几百年的这个 芥末芥末用的那个植物 它是 它种在国有土地上面 这是违法的 因为国有土地不能够随便去用 于是要求这些原住民要把这些 这些原来已经种了几百年的 这种有经济价值这样的农作物 要把它给产出掉 只因为这个土地是国有土地 原住民并没有所有权 但是呢 当这个土地不是国有土地 而被某些有原住民血统 后来用某种方式 因此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但是其实呢 他的整个大部分的生活 习惯还有日常的经济行为 就是一般人的这个 这样的人呢 他透过他的原住民身份 取得了这样的土地之后 这样的人反而能够在山上 新建别墅 新建民宿 甚至于大量的砍木头 然后这个改成种槟榔 那这样的问题 我是曾经看过的 就我的记忆当中 是在这个大雪山的那边 那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自己亲身见过的 目前到目前还有的 我认为的 跟原住民有关的土地不正义 那就是政府用政府 所制定的法律 甚至于是行政命令 来界定土地的所有权的内涵 来界定何谓土地的环境正义 来界定何谓土地的保护 更进一步甚至来界定 何谓这个公共利益 但是呢 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于 原住民原来的 固有的一些生活习惯 还有经济行为 来予以认为 予以界定为非法 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这种状况 如果在原住民的 转型正义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去处理的话 那么现在的政府 以及未来的政府 无论任何的执政党 无论任何的这个多数党 的政府呢 都有可能对于 我们台湾的任何族群 任何职业都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原本你们这个行业 或原本你们这个族群 本来过得好好的 本来在这样的这个生活模式下 就有原来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或者是经济行为的运作模式 后来因为政府的多数党 基于自己的政治考量 透过立法 或者是行政部门 透过自己的这个行政命令的制定 就界定了说 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 那么透过这样违法行为 去让原来 大家已经 已经这个行之多年的生活习惯 行之多年的行为模式 反而变成是违法 像最近我看到好像 有关于这个牢基法里面 有关于工时的这个争议 造成这个交通业者 运输业者 铁公路业者 很多人变得开始要一团乱了 这种一团乱的现象 就我个人在学校里面 教书上有关于立法论的课程里面 就曾经提到立法学上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当法律的制定 让大部分的人都有可能违法 让人家很有可能违法 让原本没有违法的人 因此变得违法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不是人家违法的人的错 而是什么 立法制定的时候 在制定的过程 或制定的这个政策上面 可能产生了所谓的 多数或少数的偏颇 那么我个人是认为说 在这一次的原住民族历史 及土地政细这样的公定会上面 如果我们能够就原住民 原住民族甚至于各种族群 各种职业在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上面 原来的经济行为模式上面 本来就有的一些固有模式 因为政府的 以政府行政机关 或者是多数的立法 所产生的这个偏见 而造成的这种 这种固有生活权利的这个 被剥夺这样的问题 能够予以检讨 甚至于从原住民的相关的问题 来与矫正的话 那么对我们台湾未来社会的这个 更进步和谐 会是有相当的大的帮助 那以上是我个人的浅见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廖一鸣教授 我们接下来邀请台北教育大学 蔡志伟教授 蔡志伟教授之后请 吴豪仁教授请准备 主席还有在座各位先进 大家早安 那我自己是赛德克主 是南投人来乡的赛德克主 以我自己的部落来说 我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我们在历史的脉络当中 我们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部落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1930年代物色事件 来去对抗日本人的那个莫纳鲁道的家族 所以一直到今天 我来这边来跟大家分享 几个不同的提纲的一些想法 那我尝试的先用几个不同的概念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在今天我们其实会很清楚的去说明 在日本时代对于原住民族来讲 它是一个殖民的政府 那我们也都知道 大概在1930年代左右 就开始实施的黄民化 那战后国民政府抵台 开始要去消除黄民化 认为黄民化是不对的 那开始推行所谓的汉化跟中国化 那原住民族还是没有我们的位置 那渐渐的台湾走向了一个比较属于 民主宪政的体制之后 我们又发现台湾的社会在强调 我们应该要推行本土化 我们应该要推行台湾化 那在这样一种过程里面 原住民族的主体论述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不会去提出一个概念 叫做我们为什么不推动原化 为什么不推动原住民族化 而是一直都是在一个 原住民族都是被指定 被界定 被要求 被期待 要成为这个政府所想象的一种 具有特别文化特质的一个社群 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历史正义也好 或转型正义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应该要静下心来思考 为什么国家始终期待 要把原住民族变成他所想象的 那样的一种人 我想这是第一点 我想跟大家提出来做说明的部分 那第二点 那转型正义跟历史正义追求目标 有什么不同 我想这个答案 我们可以从现在 在大院所审查的 不同的这个草案的版本里面 就很清楚看到 它确实就有不同 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详述 那但是这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也就是不同的这个政党所提出来 有关于原住民族这样的一种 历史跟土地正义的版本里面 都在强调土地这件事情 那原住民族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为什么原住民族今天 在这个正义回复的问题上面 特别要强调土地回复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都知道台湾过去 一直到现在有两个 算是对于原住民族来讲 占有原住民族土地的大地主 一个是姓林的 那他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林务局 那我们从历史的文献的资料去看到 林务局是在1945年的时候 来去由台湾省行政总管公署 新设的台湾省行政总管公署 农林处林务局 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接收了原本台湾总督府 林郑迎林等业务 那第二个单位叫做台塘 那台塘公司 我从文献上面所看到的资料 他种植这个所谓的种植面积 最高是达到12万公顷 那原住民保留地的土地大概多少 也不过才26万公顷 换言之台塘公司所种植 这样的一种这堂的土地面积 就将近原住民土地的一半 那在资料上面也显示 他曾经占据中华民国总出口外汇的79% 那现在台湾公司因为整个产业的转型 开始经营了不同的事业 换言之国家透过设立的一个机关 继续的去占用原住民族的土地 现在更转型去做了一些这个盈利事业 可是这些的回馈或者这些的利益 有没有让原住民族受到任何一点的 这样的一种分享 那我们从台塘的这个历史去看 他最主要的工作一刚开始也是 接收日本所属在台各糖业相关机构 换言之台塘公司也好 林务局也好 都是接收日本总督府占领台湾时期 所取得的原住民族土地的这样一种状况 那我用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概念 来跟大家做说明 刑法第34章商务罪 第349条提到了收受账物是一个罪 那什么叫做账物 侵害财产之犯罪所得到的财物叫做账物 而且349条第二项提到 因为账物变得的财物以账物论 换言之也许在日本时代 那个时空背景底下 国家用了不同的这种手段也好 措施也好 法律也好 去合理化他侵夺原住民族土地这件事实 但是人权的概念的发展 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是 假设今天这个侵害的状态仍然持续的话 我们必须用现在的人权价值 现在的人权标准 回过头去处理曾经发生在历史时间点的一个 不变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这样的一个 原住民族的历史争议也好 土地争议也好 转型争议也好 为什么我们前面几个原住民朋友 都一再提到 以现有的这个战后时间来处理 其实是不可行 其实是不可行 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说提纲里面有提到 美加纽澳这些国家处理原住民族 历史正义到底有什么可以借进的地方 我跟大家分享 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 因为美国在1893年 推翻了夏威夷王国 跟夏威夷原住民道歉 接下来1995年 英国女王 在纽西兰总理跟毛利原住民族 Tanui的见证下 向毛利原住民族道歉 1997年挪威国王因为同化教育 实施挪威化政策 向萨米原住民族道歉 2008年先后澳洲总理跟加拿大总理 也都因为过去时实施的同化教育政策 跟原住民族道歉 我们的总统 我们现在的政府 在选举期间已经提出了 要向原住民族道歉 可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仍然不清楚道歉的内容 道歉的对象 道歉的形式 是什么 都不晓得 我觉得这是一个 似乎现在的政府 把总统道歉这件事情 当做一次活动在办理 我觉得这是有相对于 这样的一个 总统所提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想法跟政见 反而会产生原住民族对于一个国家 未来处理原住民族事务上面的忧心 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性的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 我再提一个例子 谈这个原住民族的正义 常常我们会谈到司法权 原住民族狩猎 它是一个完整的文化行为 可是呢 在现在国家的法律里面 把它肢解化了 狩猎你要合法 第一你要是原住民 第二你的枪合不合法 第三你狩猎的范围 是不是国家容许的范围 第四你狩猎的动物 是不是国家容许你狩猎的动物 最后你狩猎到的动物 你怎么用 国家还要规范你 换言之一个文化行为 受到五个不同的法律规范在处理 换言之原住民狩猎 要过五关斬六将 你前面都符合了 有可能你最后一关没过 你还是有罪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国家法律 很清楚的 我觉得它很明显的 就是构组了一个 弱化跟控制原住民族的结构 而合法化了国家暴力的过度介入 跟使用 进而去容许国家用殖民时期的法律思维来论述原住民族的想象 而且有意识性的去遗忘原住民族先于国家建立之前已经存在的事实 土地传统领域 主权甚至民族自觉这些概念 所以我想跟大家提原住民族的历史争议也好 土地争议也好 转型争议也好 它是一个跨政权的 它是一个跨世代的 它更是一个跨政党的 原住民族跟在一方面来说 跟其他一般人都同样经历过威权董事时期 但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的是 我们曾经经历过 不被国家承认具有法人格资格的这样一种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 现在的战后时期的转型正义来去处理原住民族的问题 它必然会产生片段化 税劣化的这样一种不正义的风险 所以我当然会认为 如果我们仅着眼在原住民族基本法 能够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我想如果这部法律能够解决 其实16年前或者是2005年到2008年 就已经可以处理了 不需要现在才来讨论 以上谢谢 好谢谢这个蔡志伟教授 那我们再来补充介绍现在到场的这个学者专家 介绍静怡大学法律学细技研究所林淑雅教授 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梁文涛教授 好我们接下来邀请 府人大学法律学系吴豪仁教授 也请林庸生清明台基金会林庸生研究员请准备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大家好 我是辅导法律系的吴豪仁 那有关今天的公听会几个讨论提纲 除了第三点有关美交澳纽这个部分的 刚才蔡老师已经谈过之外 其他我想做一些补充 我想这个公听会它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厘清说 到底要不要在促转条例里面加入原住民的部分 那这个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 在进行转型正义这个事情的时候 因为没有特别把原住民考虑进去 而引起原住民社会很大的不安焦虑 或者是说这种愤怒 但是也因为这样就要把促转条例的 这样子的一个框架式立法里面 再把它纳入原住民 那事实上意义也非常小 先不要讲原住民的部分 即使这个促转条例对我来说 都是荒谬绝伦的东西 这里面说在两年内要做出框架 要准备做的事情 民间已经做了不知道多少了 事实上可以马上做的事情呢 我想我们的执政党也没有手软 马上党产就要去清了 依此要领 其实根本不需要再做一个框架的立法 立刻就可以做 但是呢我们的提纲里面谈到说 历史正义或者是转型正义 它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其实呢法律里面没有转型正义 这四个字 它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语 全世界把转型正义当成 法律用语只有台湾而已 你看人家说真相和解 真相调查 历史清算什么等等等等 没有人会用到 这是一个人家观察者的角度 给你做的定义 不过我们既然已经习惯了这个用语 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说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般来说转型正义 基本上我们都先 相信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 我们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里面 曾经从独裁要转进民主 现在呢我们为了不要让独裁 重新发生这个never again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 就是所谓的social engineering 因为整个社会的改造 而且是我们自己来改造的 是完全是由全民的反省 透过自我改造跟提升 然后造成以后呢 再也不要有这种独裁 或不正义的事情发生 但是历史不正义未必如此 有些时候呢 他已经不可考了 比方说我们只能把真相 把它发掘出来扭转 比方说在跟原住民有关的历史上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吴凤 吴凤是他从日本人 把它拿来利用 从1910年开始 把它编入这个小学的课本里面 把它当成一个神话 去造成一个所谓的 汉人悲悯原住民 文明统治野蛮 而为了这个 文明为了救助野蛮 而受到牺牲 这样的神话出来以后 它这个制造出来 目的是接下来就是说 既然200年前 汉人这么慈悲的 去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解救野蛮的原住民 现在你们这些野蛮的汉人 也应该要能够了解 我们日本人多么慈悲 我们呢 我们的北白川能久亲王呢 为了要解救你们的野蛮汉人 我们牺牲也死在台湾 所以吴凤的上位概念是北白川 那么战斗1949年以后的 又国民党继续使用这个吴凤神话 目的在哪里呢 因为你们台湾人实在是 包括原住民 都是太野蛮太悲惨 被浓化了50年了 所以现在一个伟大的 了不起的话也死在台湾的 父子两代呢 他都来解救你 所以北白川能久亲王 他被换掉换成蒋介石 像这些历史上的东西 所有加害者都已经死亡 但是他的历史实在存在 他仍然影响很多 这一般汉人的基本概念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要去除的地方 可是呢 以台湾来讲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正义在台湾 以原住民来讲呢 他跟转型正义说 一个一国之内 自己国内的这种处理不一样 他基本上呢 其实阿扁在1999年 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是准国与国的关系 这里面你们提刚才有问到说 联合国的见解是什么 联合国就是这样的见解 原住民跟国家呢 后来统治的这个国家呢 本身呢 并不是当然 它就是国跟国 就是一个国内的问题 其实它是个准国与国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道歉 所有的回复呢 基本上都是以条约形式在进行 不是说我们是用法律 用到法律 其实是很悲伤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要 做这个原住民的历史正义的 这种转型呢 因为它的目的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终结 汉人或是说中华民国 从日本时代 到中华民国 它对于台湾原住民的殖民关系 现在是一个殖民状态 殖民关系 我要终结是殖民关系 那它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转型正义 是当然是完全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因此 把汉人的促转条例 就是说跟原住民历史正义的 回复的条例 把它分开了 这是完全正确 我举双手赞成 总统府跟我咨询的时候 我也同样这样回答 那么 在这里呢 就是说 然后呢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 落实了之后 我们解除了这种殖民关系 我们把过去 因为殖民 而对对方造成的伤害 能够回复之后呢 要不要变成自己人 那个再说 而且我们有不同的族群 有的族群 也许愿意继续跟中华民国再议 有的族群 未必愿意 那就要协商 而且这个协商呢 就是属于准国与国的协商 那这个条约式的协商 不是说施恩的 拿来当选举的幌子来用 如果连这点都没搞清楚的话 那不是说执政者的问题而已 也许说连 同样是属于原住民族的 这个立法委员们 或者政治人物们 都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 我举个例子 刚才蔡老师有讲到说 那个账务 你寄售账务 那你还是账务 那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这个土地 我们说是要把原住民的土地 还给原住民 很多人还以为说 原住民怎么会有什么土地呢 其实我们要问的是 那中华民国国有土地从哪里来 中华民国国有土地 就是寄售日产 日本人总督府的财产 那日本总督府的财产 从哪里来 日本总督府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可没有去侵占汉人的财产 他来他是做一个全国性的林野大调查 最清楚 只要确认汉人的土地 他能够证明所有权是他的时候 他不会去动他 你无法证明的 一田两组 一田三组 这种很含混的地方的时候 那因为你们无法证明 所以就变成国家的 但是 我们不要忘了 当时 1895年 清朝把土地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呢 他能够割让是他的主权 所得及的地方 清朝你看1875年的牡丹社事件 就可以证明了 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的人杀害了琉球人 那自以为宗主国日本人 去跟清朝抗议 理由就是他认为 台湾是清朝的 可是清朝回复是说 那是话外之地干我屁事 实际上日本人自己知道 所以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很担心一件事情 他所拥有的台湾 并不是完整的台湾 他只能拥有清朝所统治过的台湾 那清朝统治不到的 所谓的后赛有多少 大概60到70的台湾的面积 这时候如果任何一个国家 比方说美国 对台湾有兴趣的是美国 法国这些国家 他们如果主张说 我来去跟牡丹社的人 重新定契纪 定条约 我去跟 州族 我跟只要是清朝的 这个主权不及的地方 定条约 日本人就非常尴尬 所以他必须要急着 把那些 不属于清朝的原住民的土地 赶快收回来 要怎么做呢 他最简单之后 就是从1492年 哥伦布登陆西 印度群岛的时候 他所做的方式 就是他一到了印度群岛 接受原住民的招待 然后那一晚上就写信给西班牙女王 跟西班牙女王说 我来到一个复数的地方 而且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 因为这些人都不是人 他们生物学上是人 但是他们法律上没有法人格 没有法人格 当然就不能主张所有权 我刚刚听到一个专家 不小心讲一句话 我可以心里凑一下 他说原住民的栖息地 你会说 我不会说我家里是我的栖息地了 但是这个用法 我相信一定是口误 可是这个用法 就是当时 1910年日本人所使用的法律用语 原住民没有法人格 不是用日本民法 所以他没有所有权 既然没有所有权 原住民所有的土地 都不是人的土地 它是飞禽走兽的土地 因此全部由日本寄兽 因为它是无主物 所以我们现在中华民国 林务局的土地 或是什么退府会 国家公园的土地 全部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要处理土地就在这里 所以 那么这个事情 从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知道说 转型阵营跟历史阵营 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在跳到最后说 现行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跟它的配套修法 能不能解决原住民族历史阵营 最好可以 如果可以 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它不可以 我这种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刚刚讲 因为原基法 它其实不是 它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那第二个呢 从2005年立法到现在 已经11年了 原基法的执法的草案 从来没有一次有机会 走出行政院 各位在这个委员可能不了解 如果你们跟行政院 在那边帮忙过他们的话 你就知道说 原民会所提出来的所有的法案 这个行政院所有部会都拒绝 因为那会侵犯到他们的权益 然后呢你只要看 今天我看到原民会 他提的这个书面报告 我觉得实在无法想象 他第三章 第三结论写说 事宜 无未来无论采取任何推动方案 本会都将尊重大院 这最终协议 没有任何立场 原民会已经被吓怕了 没有不敢有立场 所以呢就这点来说 我上次好像在报纸上有看到说 段委员呢 对这个时代力量说 他们让这促转条例通过 他们要头套暴礼 说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忙 你们原住民的这个 历史正义的这个恢复 我希望这是真的 因为就我所知呢 虽然刚才蔡老师说 他不知道蔡总统 他现在要道歉的 对象是谁 要怎么道歉 在哪里道歉 道歉什么 但是就我所知呢 他似乎认为 自己要道歉的高度是非常高 现在民进党是完全执政 那这个蔡总统 他对原住民道歉的内容 我不知道民进党的党团 是不是要全力配合 我希望能够全力配合 那至于说 这列出来几个法案呢 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不好呢 从时间顺序来看 你就知道说 唯一original抓到重点 是时代力量那个版本 但是那个版本呢 并不是很完整 所以当然可以开放 让任何人同意他人 就去使用 然后大家再来你给我学一下 谢谢 好 谢谢吴豪仁教授 我们接下来要 先补充介绍 这个重律国际法律事务所 蔡坤州律师 原住民族政策协会 陈明媛执行长 欢迎 好 我们接下来 要邀请的是 清明台基金会 林庸生研究员 然后请 张师大 刘兆龙教授请准备 我补充介绍我们到场的 这个孔文吉委员 跟郑天才委员 好 谢谢 感谢主席还有贵院的同仁 邀请我来这边 我应该这次是 大概第三次的 这个参加这个公听会 但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 第一个 原住民的历史正义 绝对跟转型正义不一样 第一个 转型正义 它当然不是法律名词 但是它是 惯用的名词 惯用不代表它是 全世界统一的 德国会用 克服过去 会用清算过去 没有问题 但是 他们指涉的都 同样是一件事情 在国家同意性的前提上面 国家同意性 第二个 政府的持续性上面 所以 转型正义 只处理同一个国家的事情 譬如我们看到 纳粹 东西德 然后我们看到西班牙 Franco 然后我们看到 中南美洲自立 阿根廷 我们看到 东欧从共产主义 转变成 我们讲民族主义 但 这维持的是 他们的国家同一性 也就是因为 在国家同一性的 这个前提之下 你后面这个政府 你必须要承担 你必须要 你有义务要承担 前面所有 危险政府所做的 不法的情势 你必须要概括承受 这是第一个 所以 那我们来看原住民的话 他 他大约 绝对不会是一个单一国家的 我们就 很简单用台湾来比喻好了 那可能经过了 西班牙 荷兰 民政 还有 大清帝国 还有日本帝国 还有 中华民国 那 我们讲说 在国际上 那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这里去 要求 另外一个国家 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 我知道1970年的时候 联合国的 国际法 委员会就已经 已经在开始 草泥 所谓的国家责任法 但到目前 还是没有办法 草泥出来 因为太难了 所以 这个中间只能 怎么样 我们讲说 只能用 谈判 或者说用 全球的语问压力而已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讲说 前面的西班牙政府 应该赔我们多少钱 前面的荷兰政府 应该赔我们多少钱 更不要讲那些 什么未安妇 那些高砂族 我觉得那个 跟管转型正义 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不然我们就不喜一战 跟日本开战 这样他把所有的 该还的都还回来 所以 我在讲的是 原住民转型正义 一定要重视 但是他重视的 原因在于说 我们进入了一个 更为进步的人权思想的 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整个 人类社会 进入到一个 更深刻的 正义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会深深的 体会到 每一个国家 他都有多元民族的存在 多元民族的存在的话 你就应该要尊重 他的平等性 所以 我们讲说 8月1号 蔡英文应该 应该为什么道歉 你想他要 他要为 这是我 我一直想象不出来 为什么有人定 1642年 就说 蔡英文有什么资格 替西班牙道歉 蔡英文有什么资格 替日本人道歉 蔡英文有什么资格 替我们讲 其实 整个原住民的统治里面 最残忍的叫做 大清帝国 而且那个人 叫做刘明传 现在还有一个大学 叫做明传大学 开三辅翻 开三辅翻 那是对原住民最大的 追杀 那是整个灭祖的行为 我们要不要去追大清帝国的 要不要把明传大学 整个把它充公 然后 还给那个 还给原住民 不是的 我们讲说 不同的 不同的国家 绝对不会 为另外一个国家的行为来负责 他如果负责是因为 基于目前的正义观 他应该要采取那样的正义观 跟人权观 来对于他 境内所有的族群 一样平等的对待 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 整个所谓的 原住民的历史正义的精髓 所以 所以我在这里 第一个要强调的是 他跟转型正义的区别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国家同一性跟政府持续性 没有国家同一性跟政府持续性 你不要跟我讲转型正义 因为 你也可以 不是不要跟我讲 我说 这个词或这个term 或许不是全世界都通用 但大部分人通用 大部分人在用 他指的是这样的现象 我们讲 德国2007年到2011年 才做一个 32个国家的转型正义 他讲的就是 同一个国家里面的事情 他没有在讲 Indigenous 的转型正义 OK 所以 大家在 但我们看看 整个 嗯 2007年的 所谓原住民宣言 其实 那还有更早的 更早的我们讲说 ILO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我可能没有那么记得 那号称是原住民保障的三大宪章 我想说 它里面所讲的 你要是看它里面所讲的 它要求的 回复原住民的 原住民族的 正义 那个都是 集体的权利 而不是在一个 个人 个人的权利 如果 在威权时候 有原住民的个人 受到侵害 我们讲 威权时期 不管是任何族群 受到威权 威权时期的任何的 暴行的 侵害 它都一样 列入在里面 原住民 没有 例外的 空间 但是 如果在 返还土地 在 保留生活方式 在保留文化 在保留语言 在 那个上面 我会讲 那个 真的 跟 转型正义 毫无关系 这样 转型正义里面 很重要的两样 一个叫做 追究 追究 加害人的责任 我要问 我们有哪一个 很明确的 加害人 加害了 原住民 然后 我们还要问 我们还要问 另外一个 一个东西叫做 转型正义要追究 是个人责任 所以 有哪一个 原住民是被害的 然后 转型正义 很明显的 联合国的定义是 由一个威权时代 由国家机器 所发动的 大规模的 有系统的 权力滥用 来伤害 人民的 基本权力 那我请问你 在我们400年来的 这中间 侵害原住民的 只有国家吗 一般的汉人 一般汉人拼命 有没有 好不好 那再来呢 我们侵害原住民的 持有威权国家吗 我们从蒋介石 我们就 把它拉得很近 从蒋介石开始 我们一直到现在 都还在侵害原住民的权利 无关 威权时代 与民主时代 然后呢 转型正义 我刚刚讲的 它不分族群的 但历史 原住民的历史正义 总是分族群的 就好像 转型正义里面 本省人会 加害本省人 外省人会 加害外省人 但你不会 在里面听到 在原住民的里面听到 有原住民加害 大新帝国的人 有原住民加害 西班牙的人 它是整个 我们讲说 简单的讲 一个涉及的是一个 个人责任 个人的权利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 涉及的是 集体责任 跟集体权利的问题 那你如果把它 混为一谈 我会觉得 我很赞成这两个正义 都必须要实现 但混为一谈的结果 可能这两个正义的追求 我们一起落空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林庸生研究员 我们接下来邀请 彰化师范大学 公共事务与公民教育系 刘兆龙教授 然后请 静怡大学 林淑雅教授 请准备 委员 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 各位来宾 大家好 那我 刚刚啊 聆听完前面几位的发言 我个人啊 对于这次的 原住民转型正义的一个主题来讲的话 我个人有三点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说 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问题 因为涉及时间长久啊 而且涉及到了不同族群的 多元的观点 这是第一个 所以说有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做 而且要一直做 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历史调查 必须要完整 所以历史调查必须要完整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啊 学术界也好 或国家也好 它可能要有足够的一个 心理准备跟 跟 跟一些方法 像例如说 有组织的计划 去把这一些过去的历史文献 给它做一个非常清楚的整理 像根据我的了解 像例如说 台湾历史文献馆 里面就有 在存在他们地下室里面就有 很多日志时候的 档案官员住民的 其实啊 这边涨灰城涨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人看过 然后我们说 我们要做这个 原住民的历史转型争议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过去的档案完全没有看过 我觉得那些都是空话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然可能你们也可能会说 这是日本人写的档案 是日本人的观点 我倒不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 日本人档案也是观点之一 那原住民的一个田野调查 包含对于原住民本人的一个田野调查 那这些都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 而且这是持续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 这也就是涉及到 我刚刚要谈到的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转型争议在条例里面 它有一个实现的一个问题 在多少多少年里面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你要 很认真去探讨转型争议 你说我在多少年之内 我可以完成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这问题可能已经拖了好几百年 持续好几百年的问题 然后呢 它应该是个持续的 漫长的一个历程 那可能是 可能是 我们只要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一天 我们就必须共同去 一直处理下去的问题 那因为它可能会有不断新的事件 被发掘出来 要被拿出来讨论 要被拿出来处理 那甚至要被拿出来进行一个 一个名誉的回复 赔偿等等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谈到原住民的 很多的基本权益问题 像我刚刚看到的那个 包含语言平等法问题 我想跟 根据第三点提出一点讨论 在2007年的时候 民进党版本曾经提过一个 语言平等法草案 后来这个案子没有过 被卡住了 那里面有一条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如果没有记错印象的话 他是希望能把台湾 十一个还十二个原住民的语言 都列成官方语言 来进行保护 那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问题 就是对官方语言的定义 可能有所误解 我们不要说是把官方语言 把原住民语言列为官方语言 就是对原住民语言的一种保护 因为官方语言的概念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在法律上 中局裁判的语言 再讲的更透彻跟清楚一点 就是你的法律文书 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它就是官方语言 那我们很多原住民的语言 是有音没有字 甚至它的拼音 是用罗马拼音去拼的 所以说你要把它列为官方语言 其实意义不大 只是造成实际上的困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保障不同族群 多元族群语言的方法 有很多种 例如说我们可以参考 比利时的做法 比利时就是个多元族群的国家 它有法语区 和语区跟德语区 三个语区 它明文在宪法里面去保护说 全国的广播电视时间 的播出时数 不得低于该语种人数 在全国人民当中所占的比例 这就是一种保障方式 这是其一 其二来讲 我们在保障原住民的基本权利 如果说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的话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第二个像例如说 如果你想真正保障原住民的语言 除了在教科文的预算上面 去予以补助 然后去予以说 在这个原住民的语言教学上面 应该要特别是在原住民的一个乡镇 必须要列为必修课程之外 其实还可以从国家制度上面 去进行一个保障 你们可不觉得说 国家制度可以进行什么保障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例如说地方特考 如果说这个开缺是在阿里三乡 阿里三乡如果没记错 或是周族的那个生活地 那如果说你在条文里面附带一个说 如果会说这个当地原住民的语言的人 可以优先录取 可以优先录取 因为这是很合理的 为什么 假设我在原住民的乡镇担任公务员 我却不会说原住民的语言 请问你我如何善尽对原住民的服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那你用这种制度性的保障来讲的话 就可以诱使原来的原住民 跟非原住民去认真学习这个语言 那我们也达到了这个语言 跟这个文化学习跟保留下来的一个目标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住民 他其实我们往后看的话 转型阵营来看的话 其实在追求转型阵营过程 我们会发现原住民的 他们的一个资源是持续的稀少 所以说像原住民委员会 我个人就觉得说他可以在两个部分来讲 再做更多一点事 例如说像我自己是师范大学 他就应该设立原住民公费 原住民公费 在相关科系设立原住民公费 那鼓励优秀的原住民 这个能够取得学位之后 留在原乡任教 然后呢 持续提升原住民的一个教科文水准 还有在医学院方面 增设原住民公费 公费生的一个名额 来提升这个 这个原住民的 原住民一些偏乡地区的医疗水平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在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 国家是可以做的 我们除了在像过去的历史 在追索我们的转型正义之外 我们在展望于未来来讲 我们对于原住民 我们还有相当要做的地方 如果我们只是一昧的在过去的问题上面 纠扯不清 而忽略掉现在跟未来 我们需要做什么的话 那原住民的地位 始终都还是会是不平等的 以上是我简短的发言 谢谢 好 感谢这个 彰化师范大学的刘兆龙教授 接下来请进于大学法律学系绩研究所 林淑雅教授 然后请成功大学政治学系 梁文涛教授请准备 主席还有在场的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关于今天的几个提纲 我想要做一个那个综合的回应 那但是我想要再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在上一次的那个公听会的时候 我所说的那个结论 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公听会在谈说 那原住民族想要追求什么 那当然这是不太恰当的 因为我们毕竟面对的是 大部分都是非原住民的 那个团体或者是些个人的一些朋友 那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问的是 这个国家到底想要透过 定这样子的法律 或者是像8月1号的道歉 到底想要追求什么 这才是我们可以问 而且我们可以回答的 那所以对于蔡总统来说 或者是这个国家来说 事实上追求了今天在谈论这个立法的问题 就是想要争取原住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 事实上也是要争取原住民族 愿意参与在这个国家当中 而且共同去建立一个新的宪政秩序 所以到底原住民族的这个正义的这个问题 它跟主流社会有什么不同 今天如果我们只是在文字上面 在讲转型正义跟历史正义的差别 要不要处理什么时候处理的问题 可能都没有抓到那个 它真正的差异点 我自己观察觉得原住民族在谈正义的问题 跟我们主流社会 现在在谈转型正义的问题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指在于 当主流社会在谈自己的转型正义的时候 比较清楚的知道 它想要达到的那个答案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希望政治威权的状况 如何去做一个处理 我们看起来知道说党产应该要朝向哪一个方向 也许细节有一些不同 可是我们这种心里面 引然有一种是非对错的那种观点 放在原住民族的正义这件事情上面 是行不通的 因为原住民族的正义 只有这个国家里面的其他的族群 跟着原住民族 也就是把原住民族当成一个主体 让他共同去形成 他的正义的观点 以及最后到底该怎么处理才对 那才能够真正的去处理原住民族的问题 那所以把原住民族成为一个 像刚才前面有几位老师所提到的 他是在一个准国跟国的方式里面 共同去协商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 当然他也是必要的 那所以我们去看 确实有很多的学者会去谈说 那个转型定义 他本身的定义 或者是历史正义 可是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目标是这个国家 追求原住民族 对于这个国家的承认 那就问原住民族 那原住民族的问题 到底是从哪里造成的 那我们就有义务去进行解决 更不用说参考现在的 我们已经成为国内法的两公约 事实上现在的国家 就有义务去处理过去的一些问题 那历史上面的问题 远的不一定比较难解决 近的也不一定比较容易解决 我们去看在日本政府时期 他所设置的那个翻地 或者是所谓的集体共有的 集体共同使用的这种制度 其实对原住民族的社会来说 也许他还容易一些 可是如果要原住民族 去面对现在 中华民国政府制度之下的 私人财产权制度的 而且是一种 不是很恰当的分配的 原住民个人的保留地的制度的话 事实上反而会造成 原住民内部有非常 他可能会造成另一波剧烈的纷争 那这个问题是比较近的 但事实上他比较难处理不是吗 所以时间的远近呢 并不代表那个问题的容易与否 或者是我们谈高医生 在中华民国政府时期 他谈到原住民的自治 那可能就被杀 那请问他是单纯 是因为威权政府的原因吗 还是他其实是这个族群 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 除了威权的管制之下 他还有其他的基于 他的族群的背景 以及他自始至终 其实并没有一个 以族群的集体性 去加入这个国家 所造成的一些问题 以及国家对他们的恐惧 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去做这样的区分 那至于 我再重申一次 他是一定要立法去解决的 而且是我们现在的基本法 不能够处理的问题 基本法 甚至是包含我们的宪法 都是过去原住民族的社会 追求转型正义 得到的一点小小的成果 从国家争取而来的 所以基本法 并不等于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相反的 它是一个局部的成果 意思就是说 它是残缺的 现在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没有办法的落实 事实上就是关于基本法本身的权势 以及我们宪政转型 就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或者是历史正义这种正义的那种观念 没有被正确的掌握 事实上因为它也不是原住民族 真的用它的集体性共同形成的关系 所造成一些问题 我简单的去做一个说明 为什么除了基本法之外 其他的转型正义的某一些相关立法 甚至在去深化原住民族的正义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的立法机关 一直在原住民族基本法通过之后 一直想要定那个土海法 大概有一些不同的版本 可是这个立法机关 我们都会觉得说 好像有了基本法努力去落实就好了 可是我们看看立法者是怎么样在落实的 那个重点大概也是希望能够解放原住民取得私人的所有权 然后重点大概也是要再去强化原本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里面 那种个人或者是那个部落里面 优先开发的这种方式 可是却从来没有去想到 关于传统领域或是原住民的土地跟海域 它事实上结合的是一整套 关于原住民个别民族的规范 以及它内部不同的主体 它有不同的空间跟时间的范围里面 这整个系列的概念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因为完全误解了原住民族土地的这样的概念 跟传统领域的概念 所以总是有一种原住民族想要化解 那却越不愿意听原住民说 其实不是化解这么简单的问题而已 另外如果原住民族基本法那么好用的话 现在的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 对于原住民在它传统领域里面 所碰到的各种开发保育研究的事项 事实上只要透过个案的调查 因为请问中华民国哪一个人会知道 原住民族族跟族之间的传统领域的观点呢 所以只要透过个案的调查 就可以知道这是谁的传统领域 甚至包含被迁移的部落 而且直接是适用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的 集体的同意权就可以了 可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因为在权势上面是缺乏这样子的转型 或者是历史的正义观 因此这个法律到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使用 而且它是不需要直接 不需要额外立法的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那个原住民族里面有提到 原住民族可以对于零产物的一些 某些非盈利的使用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过去在那个原住民族的 那个观影森林法 或者是它的那个采取的一些方式 我们国家是怎么样的善意对待呢 在有了基本法之后 我们就直接在跟零产相关的一些管制的法律里面 那个办法里面 它本来讲的是说 一般人在什么森林的区域里面 不得攀折花木 什么丢纸皮果蟹 不可以侵扰动物等等这些 我们的善意就是 因为有了原基法嘛 对不对 我们的善意是直接在这些法律的后面 加一条说 但是原住民不在此限 所以它对于这整个大的社会 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 原住民比较特殊好奇怪 他们可以随意的攀折 他们可以侵扰动物 可是事实上我们有从法律的制度里面 去凸显出原住民 它对于土地跟自然资源的那种价值观 跟它的意义吗 完全没有 而且透过扭曲的 曲解了原住民基本法 而且加注在我们其他的法体系里面的 的这些法律 它反而进一步的 侵害了原住民它集体的尊严 另外去讲狩猎 刚才其实也有老师提到了 我们现在不管是行政立法 或者是司法 我们重点会看 这个土地范围要不要开放狩猎 我们会去考虑这个动物的种类跟数量 我们会去想说 什么样的猎枪可以使用还是不可以使用 要不要登记 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去问 每一个原住民族 他们是怎么样培养一个猎人的 我们从来不会去问每一个原住民族 他们作为一个猎人 以及狩猎的规范 跟这个猎人的角色 它不是权利 它是责任 它的义务又是什么 我们从来不会去问它 所以再一次 这样子新的立法 甚至是行政上面的措施 又会让这个主流社会去误解原住民 只是在争取一个它独立的 而且特殊的 而且好像跟现在的主流社会的某一种 保育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东西 请问这还有正义可言吗 甚至是包含国家资源管理机关 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非常清楚 因为它就是为了经过一个转型 所以要求现有的所有国家自然资源管理机关 都必须要转换成跟原住民族共同去管理 跟共同治理 可是我们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底下的各个行政机关 把它解释成说 现行的就不去管它 只有新设的国家资源管理机关 比如说要新设国家公园 才需要做这种机关的转型 这又是再一次的曲解 因为图法不足以自行 如果我们没有再一次的 又透过其他的法令 更细致的把过去这么多年来 在实践原住民族的正义的这个部分 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再去更细致化的定乘一个法令的话 那事实上国家会认为 这确实是一个恩赐 而不会认为这是它的义务 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个非常进步的立法 就在原机法里面出现的 部落是一个公法人 这个也是原住民族社会里面 争取非常久的 可是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是它是非常成功的 让国家重新去承认 民族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这个关键是掌握到了 可是因为它文字上面 使用的是部落 却让一个民族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公法人 现在居然会出现一个异议 让氏族或者是让刘裕群 甚至是更大的一个 民族底下的刺激团体 都开始动摇说 那是不是我们要依照国家的政策 或是国家的法律说 只有部落才是成为公法人 像这样子的相关的误解 事实上都不是原基法 自己本身可以处理 这是它没有能力处理 而且也是它本来就无法处理的问题 那我想要再次强调 当我们在讲说原住民族 参与在这个国家当中 事实上重要的这个多元 是那个法律 以及价值观的多元 并不是这个主流社会 想要多元 所以我们在处理原住民的转型 甚至是包含它的历史正义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原住民族它永远不可能 成为在这个国家当中 它是一个被尊重 而且被对待的另外一个伙伴 谢谢 好 谢谢静怡大学林淑雅教授 我们接下来要邀请 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梁文涛教授 然后请仲律国具法律事务所 蔡坤州律师请准备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嘉宾 早安 大家好 非常感谢邀请 我本身我自己的博士论文 是研究英国帝国主义跟殖民主义 他们当时在美国 如何实践他们的帝国的侵略 所以我长期来说 对于国际原住民的一个状况 是有些许的了解 那我来到台湾 我发现台湾因为是 我可以敢说 台湾是国际法历史当中 最复杂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目前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今天谈论的是 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的关系 这个大前提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当我们谈历史正义的时候 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到底 背后所拥抱的 史观到底是什么样的史观 如果我们没有厘清这一点 我们根本很难去谈起 那我以下 花些许时间去先讲这个部分很快 第一个 在台湾现在从过去到现在 在国民党政府底下的历史教育 都是一个中国主义的史观 所以台湾是 中国一部分是在整个史观底下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这个跟我们对于所谓的 明清在台湾 他们本身的所谓的俗性 他们所谓的统治的俗性 是非常有关系的 简单说 所谓的中国主义史观就是 中国有五千年 而且分不同的朝代 分久逼合 合久逼分 这从小 甚至我在香港 也被教导的 非常奇怪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我们竟然被教导是这样的 香港也是中国一部分 我想跟各位报告 我的了解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中国主义的史观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 原住民他们真正的诉求 如果原住民本身要发展一个 台湾的历史 要写一部台湾的历史 绝对不是现在坊间上面 所有从连衡开始的台湾通识到现在的历史 所以如果这个历史根本被扭曲了 根本是有部分 这个所谓中国主义史观所主导的话 这个是我们根本没办法谈 我非常具体的讲什么 台湾的历史不是只有四百年 对原住民来说 这根本是荒谬的说法 他们几千年就在这里 少族甚至三千年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被 被剩下几百人 如果台湾只有四百年 我们现在要谈的 当然这是从所谓西班牙荷兰 这个时期来讲 那我 先讲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很简单 从西方殖民 非西方国家的一个经验看出来 他们殖民的原因是 他们要把一些定居者 放在不同的地方 进行贸易 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是商业的行为 所以他们根本 荷兰甚至西班牙 根本没有在台湾建立任何的政权 那我们一直都说 支持荷兰时期 西班牙时期 甚至里面的版本也提到 这个台湾 台湾的四百年史 这是非常 现代的概念 重新在 impose 重新在强加于 对于过去历史的 诠释的一个做法 这是非常值得上去的 作为一个正经学者 我希望提出我的专业来 去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有另类的思考 所以简单说 台湾完整整被完全 所谓一个政权统治的 是到日本统治的后 这日本时代的后期 所以我们从 清 从明 其实他们都是 settler society 就是所谓定居者的社会 清 大清帝国 他当然有他的城墙 他当然有他的领地 刚有另外一个老师 应该吴老师吧 就提到 清大清帝国 什么时候统计过 完整的台湾 没有 泰鲁阁要到日本的时候 还在抵抗 还在跟日本打仗 你说整个台湾都是我的 当然 清国他把台湾 各让给日本 日本也愿意承受 他们就四相授受嘛 本来不出于他的 你说我给你 好好好你给我 我的啦 所以 我们没有理清 这个历史观的前提底下 我们谈历史正义 我觉得是 是很大的缺陷 然后我先提出 这样的一个想法 另外再来是 转型正义 如果转型正义 刚刚 我老师有提到说 其实转型正义 不是法律观点 我的看法是 正义本身 就是一个道德 哲学 跟正义哲学的观念 如果你要 把这些 这些观念 转化成法律 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 重点不在于说 转型正义 是不是法律的用语 是在于说 我们要处理 这些 不公不义的事情 这些属不属于 转型 正义这个范畴 我觉得反而应该是 讨论这个部分 所以 我先讲 我的看法 转型正义 广义来说 可以包含 原住民的 诉求 因为 正义 本身 就是包括 所谓 不当的侵害 如果这个 发生在原住民身上 这个是当然可以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 转型正义 是威权时代 到民主时代 这个说法是 非常西方的 对于转型正义的理解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西方 它就是有一个 所谓独裁 有些 有些的地方 它是个独裁的 独裁的政权 到了一个所谓 民主开放的政权 用这个来区分 但台湾基本上 现在的状况是说 我们不能只看 这个所谓 从威权到 这个民主时代 这个转化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如果只看这个转化 变成 作为一个转型的话 那很明显 现在是有矛盾的 因为 刚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那个蔡英文总统 到底要道歉什么 你代表 代表什么来道歉 那如果你是 你也没办法代表 国民党政府 因为国民党政府 不是你现在可以代表的 如果你是代表 中华民国政府 好 如果你要道歉 那很明显 当然是有 不公不义的地方 是在中华民国政府 来台之后发生的 所以如果蔡英文道歉 转型正义 当然要处理原住民的问题 如果蔡英文 我是坦白讲 我是不觉得蔡英文 需要道歉 这个题外话 我之后再有机会 再跟大家报告 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 如果蔡英文总统要道歉 民党政府要道歉 他必须要把原住民的 所谓的意识正义 也要一并 放在转型正义里面去考量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对于 有一些版本的一个评断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国民党提出的版本 他提到就是那个是 促进转型正义 外来政权统治原住民时期 原住民受损权力回复 那当然大家看里面 那我们一般的理解是 本身 国民党带来的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本身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那所以他里面是没有处理 国民党执政时期的 这些的问题 他只是把 我刚刚说的 把这个所谓过去的 国民党来台之前的 这些的来去处理 那我觉得 这个是值得上去的一个 一个进入了 那我 我认为 现在民党最大的问题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 两个不同的处理方式 就是陈寅委员 他们17人提出的 跟另外的 民党本身的其他的委员 他们把它切割处理的 两种处理方式 我觉得民党里面 到底为什么 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共识 我觉得其实跟我刚刚提的 有很大关系 但是要提醒 我也是担心那个地方 我也很白目的讲出来 就是说 我不希望很多的 有些的考量 还是源自于 某一种 某种形态的 扶老主义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要怎样转型 这很有趣的 就是 日本人 他要对付原住民 他会拉拢 所谓当时的 有某些本地人 台湾人 所谓扶老人 那这样算不算 欺负原住民 那另外一部分 好到国民党来了 因为他的少数 推要拉拢那个原住民 来抗衡 这个所谓扶老人 但这个扶老主义 本身是很大的问题 如果林玛丽医师 是对的话 其实台湾很多的 很多的朋友 其实 现在都是 跟平普族 跟原住民 是混血 甚至荷兰都在混血 所以千万不要再有那种 扶老主义 在这边去作祟 我们一定要回到 基本上的 第三代的人权 去看 这个转型正义 或历史正义的 这个论述 厘清 然后再 具体在实现上面 包括 比如说 刚刚有朋友提到说 这家到底 原住民有没有被侵害 绝对有侵害 因为我有帮少主 去抗议 这个BOT案 现在还在进行 还在 刚刚开始的是 孔雀员的BOT案 请问 如果你真的尊重 传统领域的 你是不是应该把 所有这些BOT案 先暂停 先把历史正义处理好 你再去BOT 你BOT个50年 你根本还在 伤害他们啊 我们盖了 那么大旅游中心 大家有没有看过 日月潭的 这个旅游中心 你拿了原住民的地 盖了那么大原住民 旅游中心 在旁边 准备要盖一个BOT 一个 甲港支 真宗支的 一个BOT案 就在那个 传统领域里面 在进行 孔雀员现在要在BOT 难道现在 没有再被伤害吗 绝对有 所以如果要谈 我希望 现在的政府 必须要在 这些所谓 正义性的 传统领域里面 暂停 所有的BOT案 这个是起码的 另外一个 最后 郑成功 基本上是 屠杀 平普族 最大的 元凶 但是我们台南 云平君王室 外面有个 非常大的石像 就在供奉他 朝拜他 我们赖清德市长 还要去朝拜他 如果这个是 出于我刚刚说的 扶老主义 认为正成功 就是台湾人的国父 这些的思维 完全是违背了 现在对原住民 国际上对原住民 一个尊重的一个潮流 所以我建议 我们把所有 这些的图腾 包括陆敏 中山路 我们要求 赖清德市长 中正路 要求他改 我们的所有的铜像 要全部转型 这都没有在做 讲了半天 台南市 完全执政了 有怎么样 我们要求了多久 正成功 我们成功大学 就是一层 所以我的目标 是我在退休前 要让成功大学 证明成功 改名 大家可以建议 要改什么名字 请告诉我 谢谢各位 谢谢梁文涛教授 那么我们接下来请 蔡坤州律师 蔡坤州律师之后请陈明媛 执行长请准备 那么我再来补充 先来介绍一下 我们到场的委员 刚才这个吴玉琴委员 然后刚才顾立雄委员也有到场 然后林维州委员 还有林长卓委员 好 好 有没有你介绍过了 谢谢 好 不好意思 主席各位委员 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 首先是一个行政事项 因为可能要改正一下 因为我离开先前的事务所 已经离开两个多月了 那现在是在新的地方 那首先呢 必须要承认就是说 今天其实与其说 是来这边提供专家意见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其实 真的是学习 而且真的获益良多 特别是刚刚几位专家学者的 这个提出的意见 那其实作为一个律师的话 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 就是说 现有的关于法律 特别关于权力的概念 对于原住民族 他们的这个 对他们而言 他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 或者他们的文化而言 这样是不是是一个 可以互相相容的 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报告一个 我自己具体有处理的案件 在这个我先前的一个事务所 我们有负责台东县 金峰厢的原住民保留地的 占用案件的 这个政府标案 那它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在这个台东金峰厢 目前总共列管有33笔的 原住民保留地 那遭到这个不法占用 占用的人大套份呢 我们从他的姓名来判断呢 大套份应该是属于汉原 那通常是拿来作为种植 檳榔或者是农耕之用 占用的面积就列管的 其实占了50公顷 大概两个大安森林公园 那虽然就是说 总体面积看起来不大 但是大家知道这只是 其中台东的一个乡 他目前有被列管的范围 就有高达33笔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因为作为一个律师 我们想的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具体 那可以直接操作 可以直接实践的部分 那在探讨原住民族的转型争议之前 对于他们在法律上面的这个权利 是不是应该要 不管从这个公部门的立场 或者从司法的立场 是不是首先应该先去思考 咱们维护他们 现在本来就应该要现有的一些权利 应该先从这方面去思考 再来才进一步的提高到 就是说更高位阶的层次 那从这边出发呢 我这边想要谈的主要是跟 土地有关系的部分 那在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其中包括从18条一直到23条 其实主要就是在讨论 原住民族的土地使用的部分 那特别是在20条里面 他有提到就是说 关于原住民族的土地 必须要另以法律定制 那我知道目前是行政院 有要提一个民族的土地及海域法 那这个可能是之后探讨的重点 但是我这边要提到一点就是说 其实目前现行 关于原住民族土地使用 其实最重要的法规 其实是原住民族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那它其实是一个山坡地保育 利用条例的执法 只是它的主管机关是原住民委员会这样子 那我这边就不细部的把这个 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的 每一个主要条文再重复一次 这边只跟各位提供几个重点 首先呢在定义上面呢 它认为所有的原住民族保留地 所有人都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所有的原住民保留地 它原则上都被列为是所谓国有地 那而且呢 它的管理人是由这个中央机关 跟地方政府共同管理 那至于原住民族在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它的地位是什么呢 其实它在这个管理办法里面 它把它定位成就是说 它是有可以经过申请之后呢 可以向这个管理机关申请之后呢 它可能可以取得保这个使用权 基本上它的概念呢 不脱就是这个 山坡地的管理跟国有地的管理的基本概念 那我们可以比较另外一个土地的管理办法 是在这个104年之后定的 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同管理办法 那它这边这个共同管理办法 其实跟先前提到的这个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它的基本架构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它这边它其实确认的就是说 原住民族对于他们土地的资源 它是有管理的权利跟权限 那但这边我都是使用法律上面的用语 因为就刚刚几位这个教授提到的 其实我们法律 现行法律所谓法律的 这个所谓权利的这个概念 对原住民族来说不见得是适用的 那这边我想要提的一点就是说 思考就是说 所谓法律上面的这个权利概念 怎么样能够合适的适用在原住民族里面 我觉得其实可以参考一个最近刚新 通过刚新修正的一个法律是 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 跟这个原委会 原住民委会针对这个保护条例 所制定的这个管理办法 它里面呢其实针对这个传统智慧创作呢 它新设立了一个智慧创作权的一个概念 那它把它定位是一个所谓的集体权利 而且呢在所谓权利人的部分呢 它也不把它不像传统的权利那样子 要求它是有一个固定的特定的权利人 才能够行使 或者才能够对于这个样的权利进行转让或者授权 那我觉得之后我们在思考原住民土地的 相关的权利的部分的话 或许可以朝这个方向来思考 那另外呢针对呢 各位委员提出来的版本 因为针对比较这个高外界的部分 我不方便表示意见 但是在这个民进党团 它有提出一个促进转型正义 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 我这边简单提几个意见 因为它这边其实也是主要focus在这个 土地相关权利的这个回复上面 那首先它就有几个问题 首先它这边其实主要是在处理 公有土地或公营师的土地 那在最后面它这边其实对于私有土地呢 遭到占用的部分 如果说已经被登记为私有土地的部分 它其实这边是略而不处理的 但是就我最刚开始提的 这个台东县金锋镶的实例 大家可以知道其实 原住民族土地或他们的保留地 遭私人非法占用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要处理的话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重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这边其实还是回到 就是传统的权利的概念 所以它这边要求就是权利 必须要登记在特定的部落里面 那回应到刚刚几位这个专家学者的说法 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条例的草案 应该是跟我一样是律师或者法律人 所制定出来的 那或许我们在思考就是原住民族的 他们的权益的部分 那可能要用完全不同的视野去思考 是不是要用传统的这种权利 或者是土地登记的制度来执行 或者能够像学习像呢 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那样子 额外去创说一个新的集体权利 来更有效的能够呢 使原住民族能够能够依照他们的意愿 跟他们的传统文化来使用他们的土地 以上是一些很简单的意见 好 谢谢蔡律师 蔡律师 您那个不好意思 您这个新的单位 如果方便给我们主席台的话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请第十二位 原住民族政策协会陈明媛执行长 主席 原住民族政策协会在这边发言 谢谢主席今天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就社团这边的立场 来表示一些意见 那因为现在就这阵子在讨论 所谓转型正义跟历史正义的这个问题 就是尤其是对于原住民来说 大家一直在问说原住民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照转型正义的定义其实很清楚 好像刚刚淑雅老师有提过 就是正向调查 这个究责的部分 跟回复赔偿 然后最重要其实就是社会的对话与和解 那原住民族的历史定义 我们现在看到说 我们目前原住民族所面临到这些困境 从土地的 教育的 语言的 经济的 健康 这些其实刚刚都有 老师们都有提到 那他们提到这些其实 都是我们目前面临到这些问题的 它是结果 它就是产生出一个现代一个状态 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把原住民视为是一个群体 而不是个人的话 一个群体 一个有政治实体的这种群体 那我们在处理或者是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这些结果的问题 它就不应该是用 以个人去看待 或者是用照顾的方式 用辅助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问题 很可惜的是因为 台湾到现在倒还是以 这种处理个人的方式 来面对原住民族集体性的问题 这个从那个市值719号就很明显的也看得出来 连大法官都是这样子认为的 那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前提 刚才建立的是说 就其实刚刚我不知道哪位学者有提到 就是原住民族要面对就是处境 我们当代原住民族面临的处境 就是属于还是被殖民状态的这个处境 那也就是所谓主权 从来都不被这个国家承认的这个问题 那可是刚刚就也有提到说 这是准国与国 国中有国的这个关系 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现在才发明出来的 这个在2000年 2000年陈水扁政府 就是也是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 也刚刚提到 就是说这幸福办关系的签署 它就是承认准国与国的关系 那后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个 不管是说原民专章的讨论 或者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的制定 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上面 那它在那个时间点 有一个那么大的突破 那可是我们现在好像鬼打墙一样 又回到了一个原点 我们重新再去阐述一次 当初在2000年那个时候在讲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刚刚说的很奇怪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在2000年有这么大的突破之后 这个十几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我们自己州族的传统领袖 捍卫这个土地主权变成强盗犯 他到过世的时候都还是强盗犯 这个国家难道不用去面对吗 然后我们的传统领域 一笔一笔的被这个国家跟财团 这样子BOT掉 这个难道不用面对吗 然后我们的猎人们 一个一个的入肩服刑 这个难道不用面对吗 所以现在在讨论原住民的 这个历史争议的这个工作 包含到这个蔡英文总统的道歉 他等于是在重新修补 跟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我们讲说 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国家 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 那我相信这个正当性 对于目前台湾在讲说 这个民族转型的正当性 是更有更大的价值 尤其是针对原住民这个地方 刚刚都有讲到 这边就不再讲了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更为险峻 因为这个我就说刚刚 这十年来等于是把当初2000年 那时候做的一个里程碑 全部推翻掉重新再来一次 那这个不但是说 对于主疗社会要重新论述之外 对于我们族人来说 这更是一个更大的 这个自信心的践踏 在过去几次的这个BOT案件 或者是签障案的这些情形 我们看到是族人 拿着国家制定的法令 说他这样开会合不合法 那就很奇怪 因为原住民族基本法就说 这个部落的集体咨询同意权的这个部分 就这集体咨询同意权竟然还要依照 逐条逐条的依照我们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规则 来去开这个所谓的部落会议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在这么诡异的状况下面 你要求这个族人自信 就像是我刚刚讲到我们这个族群的传统领袖 这位已经过世的这个我们讲说不用洗 就是他的传统领袖 能够那么自信的 在这个不管是说在面对政府 面对法院都可以很强而有力的去声称 这是他应该执行 他身为一个传统领袖的职务的这个 这种自信已经不存在了 这个非常难建立的 尤其是说当初在 这个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给了那么大的空间 然后后面现在整个推翻掉 然后重新再来一次 我不知道这个还有多少族人 愿意相信说今天政府是完真的 所以说在这个脉络下面 我们当然是会认为说 原住民族的这个历史争议绝对高于 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个 刚刚那个四个定义下面 这个是转型争议 那不能否认说 不管是说 我们在讲的这个族群的历史争议 或者反正就是我们原住民族要的争议 还是现在目前在讨论这个 民主社会的转型争议 他都不是说法令制定下去 明天就转型了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这里没有那么多要对话的 这几乎就是高度政治性工作的问题 那既然说要对话 就是大家都要对话 那为什么原住民在这一块可以 不用拿进来 难道台湾原住民不存在吗 那我其实不了解说 一起拿进来两头落空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不就是台湾整个重新再来讨论 重新再来面对台湾原住民族 至于台湾这个民族国家的问题吗 那两头落空的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其实到财数学前 我真的是不了解这个真实 这个后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导致的 那甚至是说 讨论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会让这个现阶段的这个转型正义会停滞 会没有办法落实 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太懂 这对我们来说 我们真的不理解说 不就是要处理整个台湾社会所面临的状况 那会没有办法落实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的太多吗 还是说你们 就是说不想要来去处理这一块 那刚刚也有讲到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高度性 高度政治性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讲说制定法律就会回复 因为这个 就今天原民会有讲到 他在他的报告书的 从第二月开始 他说为了要 这个转型正义工作 应该强化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如果说在依附在这个 转型正义这个地方 才能够落实这件事情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如果真的能这样做的话 其实刚才老实讲 这十年前早就已经过了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不是 这就不是 说原住民族基本法定立之后 相关的权利就会起来 我们就刚刚有讲到说 因为当初这一个 我们讲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是建置在国家 跟原住民族之间 准国与国的关系 那可是呢 在这个十年来 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什么 其实就很清楚嘛 说BOT案 猎人的事情 一件一件的事情都是 这个 后法优于前法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那原住民族基本法 到底算什么 所以你要跟我说 我们只要好好的 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 这个东西听太久了 所以我们就不了解说 这个到底 这个 讲这句话的 那个用意到底是 到底是什么 那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藉由这个 现在这个 我们讲说 重新定义这个 原住民族权利 或者是说 主权的这种 氛围下面 重新的去思考 重新的去修补 台湾政府 跟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 即便这个东西 在国外都是一样 条约的方式 或是其他方式 再做前提 那为什么在原住民族 这个地方会不行 那甚至有人提到说 你原住民族基本法 都打不到 你去做一个 更高的转型争议 或历史争议 目的在哪里 就有点类似说 60分都考不到 你去考80分干嘛 你为什么想要 去考80分 考90分 考100分 因为这个10年来 我们的考卷就不是60分 就不是80分不是90分 因为被你们做到 这个考卷总分只有60分 你要我们怎么去 做到这个80分90分呢 所以在这个 在这种状况下面 在尤其是在现在 我们要讨论说 这个国家跟原住民族 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在这一波 对于原住民族的 这个不管是历史 还是转型正义 这件事情上面 也能够同步的进行 不管是说要并入到 现在这个促转专法 或者是说单独的立法都可以 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 不要再是很重要 但是不紧急 这是我们最怕再看到的状况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文元执行长 接下来 最后两位发言人 是景文科技大学通事教育中心 李岳木教授 还有台湾原住民族 人文关怀协会 陈世章理事长 好 我们先邀请 景文科技大学的 李岳木教授 请陈世章理事长 请准备 好 这个主席 以及各位先进 大家好 那很感谢这个大院 邀请我来做 对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些 提纲或者 这个相关的主题 做一些意见上的这个回应 首先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在 西元2007年 等于说是在 原住民族权力宣言里面 就已经通过了 那事实上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原住民基本法是在2005年 西元2005通过 所以说基本上如果说 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认为如果说又以时间的 这个来看的话 会发现到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是领先的立法 可是自从2005年的原住民的基本法 这个等于制定通过以后到现在 已经到了2016年 那这十几年之间 有些相关的一些执法 包括所谓的原住民的这个自治法 还有原住民族的自治法 土地及海域法 语言发展法 还有平谱证明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部分 都仅值于在讨论 还没有这个通过 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 当然我们从世界潮流 以及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情势来看 那世界潮流自从通过这个部分之后 很多国家他已经开始在反省 他们跟原住民 同胞之间的彼此之间的一些互动的关系 那大部分的国家都采取这种所谓的伙伴 以及这个所谓的伙伴对话的这种关系 那甚至在他们从一些实际的作为当中 包括这个从国家公园的共管的这个机制 让原住民的这个民族 能够采取这个比较主导性 像这个澳洲他有这个乌鲁鲁国家公园 他就是像他们成立的共管的委员会里面 他是让原住民是占有6名 那另外4名才是非原住民的部分 包含这个所谓的公园的管理处长这些 那也就是说非常适度的尊重 这个原住民族他们在土地的利用 跟自然资源的使用上面的一个主导权的部分 虽然里面也有很多值得检讨与改进的地方 那你可以发现到现在世界的这个潮流跟趋势 就朝向这个部分 那我们从这个联合国的权力宣言当中 他不管是在第八条的第一项或第二项 他第一项他是说有被这种所谓 不要被文化灭族的这种情况 那这个第二项他也就是说要有一些有效的 各国要提供有效的机制去防止跟纠正 这样的情况来发生 那甚至在这个第九条 甚至在这个第九条的部分 他也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原住民族跟个人 这个有权 这个按照有关社区 跟这个民族的传统跟习俗 然后这个等于说是对一些原住社区 或者是民族使用这个部分 不得这个被歧视 或者被滥用的这个部分 那我要讲这个部分就是说 事实上联国权力宣言里面 他已经针对原住民的权力 做非常深度的一个阐明 那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这个部分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那现在我们对于说 所谓的这个历史正义的这个部分 我现在是有三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事实的厘清 那讲到历史事实的厘清 我看到我们大院里面 相关委员的有一些版本 他会有提出不同的时间点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的断点 的这个部分 有的是从1582年 那我不知道他这个1582年 是从是什么样的时间断点 有的是从1624年 那1624年当然就是说 河南是不是从这个河南统治 这个台湾的这个时期开始 那一直到这个大部分 我看到是说他时间的另外一个断点 就是在本条里通过之前的这个时间 那等于说 各版本对于这个时间的断点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不同的意见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各版本对于就是说 这一项工作的执行 那是采取在什么样的位阶 那有的当然是在总统府的位阶 那有的是在行政院的位阶 那不管是在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的这个位阶 这个都体现了就是说 都相当重视大院有关于这一项 工作的这个执行的一个监督 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当然在总统府里面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它是有一个宣誓精神 有一个宣誓精神 那这个因为我们 我刚才有特别讲到就是说 我们到底现在 要不要这个相关这个条例的一个通过 我们可以从过去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现在原住民的基本法里面 有关于这个原住民这个释法的这个通过 就我刚才讲那四种法的通过 是不是这个 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所谓的历史正义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要回复了这个权利的这个部分 真的重视的话 是不是这四个法也可以优先通过 那如果优先通过的话会不会解决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 条例里面有关机关的这个设置 那除此之外 这个我们如果从过去228事件 的一些相关的处理过程 那我们可以发现 它首先要有一个研究小组 对于我刚才讲的 不管是事实真相的厘清 资料的收集 以及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光一个时间的断点 各种学者专家 或者甚至我们行政 立法相关部门的这个意见 要不要统合在里面 所以说这涉及到这种机关 在这一项工作上面的一些统合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关 像我们现在也有 我刚才看了一下 也有国家人权博物馆的筹备处 那是不是有关于这个human rights 就是有关于人权的部分 我们不是说只有针对我们的原住民的部分 当然非原住民族群 或者其他这个组合是不是有一个统合调查的工作 或者资料历史的收集 可以再用这种所谓的资源整合的方式 把它整合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权博物馆 或者相类似的设置 机关的设置上面 让他们可以去怎么样 这个统合的处理所有有关于人权的事件 但是呢 我必须要提到就是说 这个总统的宣誓 这是相当重要的 这代表对这个原住民同胞的一个尊重 或者是对过去 非原住民史关的一个错误的承认 那这一点我觉得 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未来原住民权力的这个发展 是有相当大的这个贡献 那我刚才讲 现在国家的这个资源预算 都非常的有限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也说要成立这个国立原住民民族博物馆 那这个预算也相当的多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未来如果说我们相关的条例 如果在大家的这个讨论之下通过的话 那也会涉及到人员的设置 机关的设置 那或者是资源的统合各方面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把相关的 这个预算跟资源 做一个这个统合的部分 这一点我希望这个我们在未来这个讨论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讨论的层次 应该不是说要不要做的问题 而是如何执行的问题 要不要做是已经不是这个讨论的这个主题了 那执行的部分会面临到非常复杂的 我举例来讲 你说我们现在要做行政调查 那行政调查的工作 有一些像我们在座有一些司法的先进 包括有委员或者是这个很多时候的司法先进 那你在做行政调查的时候 可不可以对司法过去的一些冤案或不平的案件 进行调查 以及这个司法案件 他如果说你发现他确实有 冤判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的这个事情发生 那你如何能够回复这些被受害者的名誉权利 是采取另外一个司法审判的模式 还是用这个其他的方式来回复他的权利 这种种都涉及到比较这个detail的问题 当然这个我们这有些条例的部分 他是利用法律的这个制定 其他的部分可以进入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的授权 不过我还是要跟各位这个说明就是说 要进行这样工程的这个重大工程的这个建设的部分 对于这种详细的内容 可能要由相关的组织啊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规划的部分 那如果说我刚才特别在前面有讲 那你原民司法现在有的已经送出草案了 那有的是不是还没有草案 那如果有送出草案的 你要不要就这个部分先去实施 因为很快嘛 那这个其他的这个像我刚才讲 就是说这个不同的这个委员 他提出了这些版本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个合并来讨论 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种时间的这个掌控上面 或者对事物的推行上面 是不是比较有一个宏观的一些看法 那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我们当然能够希望能够采取像澳洲啊 像这个所谓的加拿大啊 这些相关国家对原住民权利的一些尊重 那包括这个土地的问题啊 传统领域的问题啊 语言发展的问题啊 文化的问题啊 也就是说我们从联合国的人权的发展 从第一代的这个所谓的 公民政治权利 第二代的经济社会权利 到现在我们已经第三代已经发展成所谓的 发展权或和平权的部分 尤其是发展权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将我们相关的立法 已经要进行到 跟世界接轨的第三代的这个人权发展的部分 好 我的这个结论到此 谢谢各位 好谢谢李岳木教授 我们邀请今天最后一位发言的这个来宾啊 台湾援助民族人文关怀协会 陈世章理事长 主席还有各位与会的险警 大家好 我是陈时章 阿美族花莲封兵 我先讲我的结论 因为怕时间不够 所以我先讲我的结论 大概今天感谢大院的邀请 大概有机会在这边分享 就是对于这种原住民历史 及土地争议的这个一些看法 那我想大概 我大概研究原住民的法律 所以大概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都是写这个的 大概研究了大概十几年 大概看了很多的所谓的成文法 或是非成文法 或是说各国 包括美奥纽加的这些案例 大概有一些心得 那我大概第一个结论 大概就是说 我觉得小英这次如果8月号道歉 如果她没有提出一个很具体的 包括Action Plan 一个行动计划 或是说一个所谓的足够的预算 我想大概不会 大概不会满意了 所以所谓的那种赔利 Empowerment 或是这种能力建构 Compass Building 大概都不重要 所以如果以 我们在走一个高速公路来讲 大概她要提出一个中级站 或是休息站 如果她说 我这个道歉是起点 我想大概都不会满意 或是说我这道歉就是终点 我想大概 小英大概也不用玩了 对于这一块 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 所以这是大概我第一个结论 那第二个我的看法是说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 或是说包括台湾 每一次的原住民的权利 被提出来的时候 我想都是我们迈向正义的一个道路 不管她有没有被回复 我想大概大家愿意讨论 因为台湾大概从刚刚 李教授有提到 大概我们2005年 就基本法就通过 大概先于这种原权宣言 那原权宣言乱了大概二三十年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 基本法是一个先进立法 那以我刚刚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 我认为台湾原住民族基本法 在台湾没有被施行过 因为2005年大概 在1月21号通过以后 2月5号阿扁公布施行 3月13号我办了一个研讨会 那时候是那个浦中城 浦主委现在考试委员 他就那时候就拨了一个十万块 给我办了研讨会 那时候大概有一些原住民长官 大概有参加 那时候大家有讨论 对那个机缘法很期待 35条啊 其中34条 一个帝王条款 三年内 要使我们台湾对于原住民权力侵害的 这些法条法规 包括命令 都要得上变更 可是后来三年过去 我们看到包括刚刚一些理事长讲 就是说对于这种所谓开发案 还在进行 原乡 不管是蓝或绿 大概这种所谓的主流 跟这种原住民社会的这种矛盾 没有因为基本法的公布施行 或是说因为所谓我们认为说 所谓民进党时候 是对于原住民权力是 是比较会愿意去落实的 没有因为这样而去 然后过去的大概有 马总统大概有八年 到现在 那小英来提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既然我们的基本法没有被实行过 是不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概会议 有一个小的结论 我们认为说 基本法已经大概有一个 准宪法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大概也有所谓的帝王条款 让我们去做一个准制宪的一个功能 所以可以去定很多很多的法 包括我们这次如果要提这个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促转条例的话 我们都应该从基本法去找他 有没有相关的法源 要不然其实就很简单 那你就把基本法去废止 因为我的看法 我的第三个结论 如果促转条例 我们推动到极致的时候 大概会变成另外一个基本法 就大家都没有一个 充分的一个社会沟通 大家认为说 一定要做这一套 所以又会变成另外一个十几年过后 一样没有被实行 所以大概是以上我三点 我的结论 那一下我就有三个分享 跟三个建议 那第一个是我刚才看了这个 我们五个版本 大概我看了这个是非常兴奋 就大概 从从从从从从从来没有 就是所谓讨论原住民的这种东西 这么深入 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版本其实都很好 那所谓 第一个版本就廖委员的版本 大概那个草案名称很长 我大概就不念 但他就提出大概立法目的有三个 第一个要补充受损的权力 第二个要还原这个所谓的历史真相 第一个还要平复所谓的沙发掠夺 那我自己看到沙发掠夺的时候 我是比较紧张一点 因为这种沙发掠夺的定义 大概应该如果真的要定 所谓的法律名词的话 应该要讲清楚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如果有读过台湾史的话 大概其实部落之间也有所谓的征战 那部落之间的征战是不是只有 大部落并吞小部落 或是那之间也有所谓正义 跟不正义的问题 所以如果要定这样子一个版本的话 我觉得这个沙发掠夺的 所谓部落内的这种权力的回复 也应该一并讨论 那第二点他这个草案里面 有所谓的第18条的第三项 他会成立所谓的这种原权会 我觉得很好 因为刚才讲到说 我们要推动这种转型正义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个机构 专门机构去做推动 不管他是行政院层级 或是所谓的总统层级 或是所谓的监察院 监察院层级 那他都应该去做一个专门的立法 那再来就是说 他这边我比较有意见 他另外以中央研究院所调查完成的报告 那我是觉得说我自己看到说 如果这一部法律是要一个 我们讲说要打倒霸权 要恢复这种所谓正义的法律 大概中央研究院 我们大概知道 中央研究院 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原住民的专家 我自己认为说 包括刚刚的那种蔡志伟教授 他是国内这种研究原住民的专家 他也不在中央研究院 所以为什么会提中央研究院 我自己在 我自己也在大学任教 我就觉得有点感冒 就是说 如果你事实上是一个所谓 要打倒霸权的 你为什么会还在提一个学术霸权 好像感觉就中央研究院的报告 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念 那这我针对调研的版本的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亲民党团的这个版本 我觉得他都有一个 提出一个比较先进的 他大概主要目的就是 完善转型正义 处理不正的对待 还恢复权力 那他另外就提出了一个 就是建立和谐的民主社会 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说 原住民的法规这么多以后 那跟我们所谓的现行法 刚刚敏原有提到 就是说 跟既有的法规 或是说未来的法规 的一个冲突的进衡 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这个 他在旅途工地就先提出 他要一个和谐发展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先进的立法 所以他就针对这种 所谓的族群跟个人 还有非原住民族间 或是说统治跟人权之间的 一个探讨 我觉得大概这个亲民党的版本 大概是一个 有提出这种族群间的 这种处理问题的一个见解 那再针对所谓 陈英委员的这个版本 促转条例 大概也是提了一个 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秩序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宪政秩序 大概就是说 像刚刚讲 我们说如果很多法规 在进合的时候 或是人权在进合的时候 我想这个宪政秩序 但是我们要优先遵守 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在定了一个 新的一个法律 他对于现有的法律 的变动那么大的话 我想就要回归所谓的宪法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把这些 这么重要的事情 去订定去规范的时候 他应该回到所谓的宪法 那时候我们2000年的时候 包括苏伊亚也在场 我们大概有一个宪法专章的讨论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去 去自宪呢 自所谓的原住民专章嘛 所以我是说大概会有一个 宪政秩序的这个部分 那针对陈委员版本 大概第七条 这是一个提醒 就是他第七条提到说 要针对不当贪产做处理 那他说要另一法律定制 那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大法官解释的第443号 大概有提到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 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原则 所以我们如果认为 处理不当贪产 是所谓的重大公益 其实大法官解释已经提到了 也可以授权命令去做 所以大概这个比较客气 说我一定要做法律保留 就是所谓法律未接的 其实大法官也授权说 如果这个版本要增加的话 可以增加所谓的行政命令 也可以去处理 所谓不当贪产 这大法官解释443号 那针对政委员的这个版本 我觉得是大概相当明确 就是所谓的回复的土地的问题 而且是隸属于监察院 所以他大概有一个 很明确的标的 就说我这个转移正义 就是要做土地的回复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立法方式 我想这个也是可以 采取的一种方式 那最后就是时代力量的版本 大概看了这个 大概条文 大概觉得说 大概是一些 一些所谓的法律学的 一个精心的杰作 他最后有提到说 要落实自由民主平等价值 也就是说 我们在讲说 我们恢复传统的 或是历史阵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纳入所谓的 公民社会的一些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对话的开始 一个讨论 所以对于他的版本 大概里面也是跟 所谓亲民党团的这种 族群间的这种关系 或是说 未来要定一些 所谓相当的行政程序 或法则 我想这个法律 这一步就是 所谓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 对于行政程序 还有包括一些相关的法则 是相关明确的 所以如果说未来说 真的要整合一个版本 我想大概 大家都有提到一部分 所以可以做一部分的整合 那这是第一个 我对于所谓的 推动机制 跟这种事项的一个建议 就是这个五步法条 那第二部分是说 回复正义的这个时间 我的建议是说 回复正义的这个时间尺度 刚刚有几位学者有提到 到底我们是从 16世纪到现在 我们要从哪一个点开始 这是大家去讨论的 就是说 当然可以往回 甚至于就是几千年前 或是所谓的 所谓的 信使开始的时候可以去做 但是大家必须要去讨论一个 就是所谓的 我们的时间的这个点在哪里 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建议是说 我们的时间的尺度 我们不要去拿捏 因为拿捏好了 后面才可以明确 那第三个我的建议是说 我们历史正义的这个问题意识 到底什么是正义 正义是相对的概念 包括我刚刚看到的这个新闻 我们在 因为我自己是阿美族人 我们在这所谓的 这个快乐山的部落 又有所谓的违建的问题 我们知道违建在我们都会区的边缘 大家不陌生 我们西州部落 我们山英部落 那如果你把这个尺度拉长的话 它就不是违建了 它只是原住民在台湾这个土地的 所谓的自由迁徙而已 那只是按照你现在短尺度的法律来看 它是所谓的违建 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度要先定好 那这个法规我觉得才可以明确 这是我第三个的建议 那最后我有三个分享 就是说第一个我刚讲到宪政秩序的这个变动 因为台湾大概经受七次的这种修宪 大概宪政秩序已经变动很频繁了 如果我们再用这种法律去让它做剧烈变动的话 我想大概对未来的人权落实 大概会有一些引诱了 以上谢谢 好谢谢 这个我们所有邀请来发言的这个学者专家都已经发言完毕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有几位委员已经等了很久了 虽然说我有跟几位说明说公听会主要是来我们来聆听各位的意见 但是我们的委员还是愿意希望能够把有时间把他们的这个感想 或者他想要说明的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照我们没有登记 但是我有记下各位先后到的顺序 本来第一位是许玉仁委员 但是他愿意把时间跟郑天才委员来对调 那所以第一位是郑天才委员 然后我要补充介绍我们刚刚到场的这个国大使委员 那我们每一位时间有几位要发言的 一二三位 我们每一位时间八分钟好不好 好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写者各部会的代表 非常谢谢这么多的写者来今天参与这个公听会 对台湾言住民族的不正义 到底是转型争议还是历史争议 还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在立法 我们在立法 宪法有没有定义 现行的法律有没有定义 如果定义了是不是会抵触什么 这个我们也必须去做思考 上次我们伟大的赵尾江一华 江一华 江一华教授的前院长的一个 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个文章 他有了两个太阳 第一个太阳 所谓的危险 危险统治 危险政体 第二个就是说一个国家在战争 或者说内战结束之后 这个部分 另外就是江一华教授 前院长 对于转型正义 他认为是扩大解释的部分 他说较少为邪界所接受 这个是我们上次引用的 主流社会对边缘社群的长期压迫 他举了一个例子 江一华教授所举的例子 美国白人对黑人 加拿大白人对原住民 各个社会男人对女人 这个异性恋对同性恋 那我们看对原住民主的不正义 无论是土地 或者是财产相关的这些语言文化 相关的这些不当的法律法规政策 都是危险统治者所造成的 不是主流社会跟相关的所谓的边缘 边缘社群这样的一个压迫 是一个危险统治者 透过法律 透过法规相关的规定 去剥夺了很多我们 甚至相关的这些文化语言就丧失了 民进党版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是危险统治造成的不正义 这是相关的草案里面 提到的危险统治是西元1945年 1945年 原住民族指的危险统治 也是一样 都是台湾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 我们讲土地 虽然我们过去有讲日本 日本怎么样 日记时期怎么样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台湾省政府1947年 1947年是在1945之后 跟民进党所讲的危险统治是一样的 日本离开了 国民政府来了 他可以不用甩这个日本政府当时的规定 但是他透过法律 透过法规 明定 所有这些被日本归为官有的土地 他还加码 日本还没有说不归还 台湾省政府加码说盖不归还 这个是在台湾省土地 潜力清理办法里面明定 另外在土地法1946年 1946年土地法 在国民政府来了之后的土地法 1946年 第五十七条 一起没有登记的 这些私人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已经变国有了 被官有盖不归还了 然后定一个土地法 全部登记为国有 连让我们登记的机会都没有 1969年国有财产法的第二条 第二项 凡不属于私有或地方所有的 均应视为国有财产 非常非常的清楚 已经变国有了 当然就我连登记的机会 国有财产法也剥斗了 所以都是原住民族的不正义 对原住民族的不正义 都是1915年 也都是危险统治 接下来我们蔡总统 去年8月1号的原住民族政策 唯有正式历史昌痛 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解 与转型正义 他提的是转型正义 行政院在今年7月6号 包括今天的报告 都是在谈在总统府设置 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 是在谈转型正义 林庸生博士 在2016 5月30号 自由开讲 特别提到 国民党立委政天才 同时提出了 促进转型正义 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土地条例草案 此一法案 目的明显地 是在阻挡 拖延民进党团 促进促转条例的审查进度 以掩饰并护航过去 国民党威权体制的不法恶行 这个是我们林博士的自由开讲 5月30号所说的 事实上 郑天才等 好几位的原住民立委 共同提案 总共23人提的 促进转型正义 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 土地条例草案 事实上是根据 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20条第二项 守明定 我们看这个条文 原住民族第二次条第二项 的条文 写得非常的清清楚楚 政府为办理原住民族土地 之调查及处理 因设置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及处理委会 其组织及相关事务 另以法律定之 同条的第一项 原住民族土地 第二十条第一项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 及自然资源的权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法律已经所明定的 原住民族土地 本来要设 要依法 依法来设 然后来去调查 原住民族的传统礼义 但是呢 因为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94年我们公布了施行 然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开始展开所谓的组织改造 就认为说 要再另外设一个机关 受限于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所以也受限于行政院组织基准法 组织法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机关 受到机关的数量的限制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 依研机法第二十条第二项 来成立所谓的土调会 来调查原住民族的传统论义 民进党版提了促转条例 排除 排除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以及行政院组织法 给我了一个灵感 我们应该 原住民族也应该要参考这样的一个 排除行政院组织法 排除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来依研机法第二十条第二项 来成立土地调查委员会 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不然因为我当了公务员那么久 当了立委 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第二十条第二项 是民进党版让我 我们也应该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提了我这样的一个法案 绝对不是为了阻挡 所谓的民进党版的促进转型特议正义条例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 研机法所明定的 当然今天我们是在立法 到底是转型正义 还是历史正义 对原住民族而言 都是不正义 都是不正义 如果我们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或是历史正义 毕竟现在不是在在谈邪说了 我们是在谈立法 宪法没有明定这个定义 其他的法律也没有明定这个定义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是在立法 何况江仪华教授 他只不过说是邪界的另外一种看法 邪说 按照大陆的一种说法 邪说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当然我们还是要很重视 邪者的意见 但是对于原住民族的意见 也拜托我们各位邪者 更要拜托我们伟大的 赵伟段一康 过去跟他共识非常好 过去在内政委员会 给我很多的一个协助 也希望这一次 能够给原住民族 一样更多的协助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学者专家 大家午安 今天我们司法法治委员会 召开第二场的公听会 又邀请了不同的学者 我知道那个林淑雅好像是来过两次 林淑雅教授 但是我刚才有做了一下 大概有听了一下 前一次公听会 林淑雅招委开的学者 都是主张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应该是跟我们这一次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条例 一起来审查的 要搭这一班车的 但是我刚才来这里听到了几位教授 特别是吴豪仁教授 还有几位教授认为应该是要脱钩处理 要分开处理 认为我们原住民谈的是历史正义这一块 历史正义的话呢 应该是要留到另外来处理 但是我听不懂为什么要分开处理的理由 因为我们既然都是透过立法的途径 民进党的转型正义 上一次这边一读通过了 我们国民党有五个版本 就是有清民党还有时代力量 廖国栋委员 郑天才委员五个版本 对不起 这次孔文集也提出了一个版本 这个礼拜二才副委的 就是我这个是叫 原住民的 这个促进原住民转型正义 回复权力条例 类似是这样 这个礼拜要通过 加我这个版本的话是六个版本 六个版本 那我们都是透过立法院这样一个程序 来要立法 那为什么呢 不借这一次的机会 把我们原住民这几个版本 各党派的版本 一起来审查 然后有些条文是谈到历史正义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讨论吗 觉得说历史正义应该要另外处理 但是你如果说都不审查 只审查民进党版的 那我觉得这是讲不过去 那为什么前面的学者 是认为说应该是要并案处理 要搭上这一班车 来一起并案处理 刚才我看到那个 郑天才委员 那个PowerPoint的 有一位林教授讲说 是我们要故意阻挡 故意拖延 这个民进党所提的版本 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在这边要特别澄清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今天本席 还是要特别强调 我们今天竟然是谈到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我们要参考世界各国 对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它的定义是怎么样 它不是说只期限于说 像监民会所讲的 我们只要把原住民族基本法 落实就好 我们把以言发展法 把我们传统领域 土地海译法 还有这个平补族群的证明条例 把这几个修好就好了 这个只是原住民基本法的落实 这个是政府对原住民 依照现有的法规来保障 但是我们今天是谈 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我们要看一看世界各国 它的例子 像我之前谈到 1763年加拿大的白人政府 跟印第安人定了一个 Loyal Proclamation Loyal Proclamation是 当时是白人到印第安 跟印第安定了一个皇家先元 那个是Nation to Nation 这个新伙伴关系 当时他们来的时候 到加拿大这块土地 跟原住民定了一个 调约式的Loyal Proclamation 1763年 我现在有谈过啊 还有1840年 这个纽西兰的Treaty of Watanke 这个是白人政府代表英国女皇 跟我们纽西兰的毛利组 求长签订一个Watanke条约 这个条约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们原住民毛利组呢 是承认 这个我的土地呢 这个能够让我们这个白人政府 来有这个管辖权 希望能够公平合理的对待原住民 但是也要求白人政府 应该用这个条约呢 来尊重原住民的传统的生活方式 跟他的传统领域的条例 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正义啊 这个是刚才几位学者谈的 Nation to Nation 但是我们满清政府 郑成功来台 到台湾的时候 有没有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定调约式的关系 没有嘛 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谈的就是这一块 谈的就是这一块嘛 因为我们汉人的政府 历史上 从来没有把少数民族 当成一个少数民族 一个民族来对待 把它当成一个蛮夷荣敌之邦 但是外国的政府 到澳洲 到纽西兰 到这个加拿大 他们都是把这个当地的印第安人 当成是一个 那个国家的一个Nation是国主 陈水扁总统在之前 他讲说Nation to Nation 他的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有没有落实呢 也没有落实嘛 新伙伴关系有没有落实 也没落实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 言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是谈到历史正义的这一块 言住民族基本法是没有办法含瓜的 但是我们这个我们的版本里面 各个版本包括我的版本 都有谈到 言住民族的历史正义 像那个第九条 我这个版本是解 民政时期迄今 为抚平 言住民族历史伤痛 及既起侵害 言住民族权利的历史事实 出现于公共建筑或场所的纪念 或缅怀统治者的象征 应以移除改民 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之 民政时期迄今 统治者大规模侵害 言住民族权益的发生地 应以维护保存或限定重建 并规划为历史遗址 这个也是参考民进党的版本 民进党是谈1945年到1991年 到1991年的话 还不包括李登辉执政的时期 是外省政权来台 就是谈外省政权 从老奖到小奖 到那个 这个我们前任的总统 还没有包括李登辉执政时期 1945到1991 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视野 把它再推演一点 要谈到言住民的历史争议 我们先从民政时期开始谈起 在我这个版本里面 那刚才如果学者是说 我们这个言住民的历史争议 太广了 这个历史太远了 这个还不如说 我们就是把它锁定在 清算这个威权时期的 这个1945到1991年的 我们可以讨论啊 我们可以讨论啊 可以讨论到我这个版本啊 还有别的委员的版本啊 但是你不把它纳入一起来审查的话 怎么讨论 所以我在这边是听不太懂 就是我们的委员是认为说 这个应该分开处理 我觉得应该是要并案处理 因为这个我们讲的 颜住民族的转型争议 不是只有谈颜住民族基本法的落实 当然颜住民族基本法那些还要再努力 包括自治 包括颜住民猎人的权益 包括传统领域 这个还要再努力 但是呢好不容易有这一块 既然谈到转型争议 我们就好好的谈一下颜住民的历史争议 我在这边是要公开的 要反对刚才那位教授讲的 说什么我们是故意拖延阻挡民进党的版本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想说借这一次的机会 好好的审查 让我们政府 这个我们蔡英文总统 这样政府呢 能够好好的重视我们颜住民的政策 8月1号 蔡英文总统要道歉 我们是希望 这个不是只有口头式的道歉 我们是希望蔡总统呢 能够对我们颜住民族过去的政策 像那个陆克文总统 澳洲的总理陆克文总统 在2008年 讲了三次对不起 对颜住民 对他过去的错误的土地政策 对澳洲的颜住民道歉 我们是希望这个道歉 不是只有口头式的 是真正拿出一个诚意 来好好的面对 我们颜住民所要求的这个转型正义 这方面的一些诉求跟议题 谢谢 谢谢 我们请国老师 感谢主席也感谢各位学者来到这边为我们提供意见 那么这段时间在立法院有关转型正义的辩论 我个人认为看见一个失控的发展 立法院呢其实是立法的战场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要以法论法 那么不同的委员 因为有不同的学经历 不同的从政或者是行政的经历 不同的政治的信仰 不同的选票压力 所以当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的见解 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 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大家要彼此互相的尊重 那么但是在这一波有关原住民族历史正义 要不要被纳入威权时期的促转条例的讨论 出现了高度的政治的对抗 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的立法 那我个人的立场一直是希望不同的政党 或是提出不同版本的委员 可以针对法律本身来辩论 其实刚刚在座 包括在座两位的委员 其实我们都他们都是我敬重的前辈 那我们其实也都经常可以好好的讨论法律 包括在这一次我自己没有提出版本 那也是因为我有不同的见解 因为我对现行的法律政府体制的见解 也甚或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很想跟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的讨论 而不要说只是抛出对对手所属的政党 甚至委员个人进行人身的攻击 不过很遗憾的在过去这几个礼拜 这些情况都在立法院发生了 那我还是坚持认为说我们应该要依法论法 而且我还是要不厌其烦的一直问 稍后以下的这些问题 都是我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几次质询或是想要审查法案的时候 问了很多次 但是都是没有人要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也希望在座学法的学者 可以提出一些意见 例如说现在有原民的委员 或是以政党名义提出的这几个版本 那在我的看法都是组织法 那我刚才也才知道说 原来孔委员有另外又提出了一个版本 我们已经有六个版本 那我的理解是 他们都是组织法不是作用法 都是为了要成立原民的真相和解委员会 或是原民的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而立的法 所以他们都是组织法 这也导致在这几个不同的版本当中 都明确的说即便这个条例过了 都还是要再立其他相关的法规 来落实原民的转型正义 这在各个不同的版本都有这样的文字 那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这是大家的见解 为什么这不同的版本会愿意容忍说 我们还要再等个两三年 等这个委员会的研究调查结果出炉之后 我们才来启动相关的立法 或是赔偿的工作呢 那这是不是让行政机关 有更多的借口拖延呢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几次以来没有人回答我 第二又例如有委员说 要把委员会设在监察院之下 像政委员 那我有在咨询的时候 也有询问过 监察院以我的理解 它是宪法机关 宪法赋予监察院的职权 是纠举弹劾谈查纠正 而且政委员的版本 我如果没有看错 如果我有看错 稍后委员也可以说 也可以指正 你的版本是说 排除监察委员作为 原民土地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那根据宪法 监察院拥有调查权的是 只有监察委员 那这个版本是不是 就会跟监察委员依宪法 独立行使职权监察院 是最高监察机关的相关的规定 增加学者提供意见 我们这边并没有在审查条文 所以我要请委员在发言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不要去批评到个别的版本 好不好 好谢谢 那抱歉 我只是说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可以好好的审查法律 那就是说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有像这样 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我们理性 也可以好好坐下来 讨论法律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一波立法的过程当中 我也很贪心学术界的理论 是不是被关心原民的学者 有不小心的被引用 而且可能被错误的带进我们整个立法的过程 例如在这一波 因为我们不断讨论何谓正义 所以我们当就过去这段时间就有学者 引述美国一位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John Rose 他的正义论 这本著作的理论 那我个人非常尊重台湾的这位学者 也非常尊重这个Rose这位学者 那我相信Rose如果还在世 他作为这个自由主义 受人尊重的学者 他应该也会很大方 有度量乐见我接下来的这个评论 John Rose他是一位白人 自由主义 被视为左派的社会契约论的学者 他的理念型呢 只要是假设社会中每个人都一样 如果有任何人的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阶级 所以国家机器就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国家机器要适度的介入 让人人致富 所以在他的理论里面 只谈阶级 不谈性别的差异 不谈种族的差异 在他所理解的社会中 每个人特殊的条件都是被抽离的 例如不论你是同志 你是黑人白人原住民客家人 在他的理论里面 都是不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因为只要国家机器强势的介入 你的问题就可以被解决 所以这位台湾的学者 也认同这个完美理论的立法委员 就引用了Rose的说法说 正义是指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 能够享受到的最大的受益 这个理论如果根据Rose自己理念的假设 已经先排除原住民族 在台湾遭到殖民400年的历史 那这一个理论 已经先把原民定义成 社会上最弱势的成员 这个理论如果拿来台湾 拿来说政府如果没有扮演这个角色 在这一波没有立法的话 就是不正义 那我的疑问是 有没有可能被过度的简化 抽离脉络 拼贴出不适认 或不适用的立法的依据 那学术界的理论 到底在这一波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其实在这一波 我们看见如果一定要谈理论 我个人有阅读到更多 有色人种或原住民旗的学者 对这个Rose这个理论的批评 或是评论 例如这位沈恩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 跟哲学印度裔的教授 他说如果Rose正义的理论 是要为政策策略或制度 提出合理的选择 那么努力的去定义 和为完美的正义不是必要的 也是不足够的 也就是说他对Rose的批评 是认为Rose太过理想化了 又例如挪威萨米族 这位现在在挪威北极大学的法律系 担任助理教授的Mathias 他是萨米原住民族权力运动的领袖 专注于挪威国内法跟国际法 原住民族权力的研究 他才刚刚出炉的2016年的这一本 国际法律系统中原住民族地位的这本书 就直接批评John Rose的正义论 忽略国内可能存在的族群跟文化差异 他强调我们原住民族 常年追求的集体权的概念 在John Rose的理论当中是被忽略的 另外一位学者Mills是现任 很快的再一分钟 在美国西北大学道德学跟知识哲学的教授 他是一位亚买加义的学者 是种族正义的专家 他的专长是对种族的正义跟不正义进行研究 2007年他的书契约与支配 他就说这本书认为 要不是我们从头到尾要颠覆他的定义 不然就是要一起舍弃 也就是他认为性别跟种族正义的议题被完全忽略 在2009年的他的Rose谈种族 他特别提到种族主义跟种族压迫 在Rose的思想中被边缘化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如果立法委员所信仰的理论 是被错误解读的理论 那么应该怎么办 这也是在今天我想就教于各位学者的问题 最后我还是想替广大的原住民族人问说 不管在这一次六个版本是哪一个版本通过 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可能被解决 例如说如果有原民违反森林法又被抓 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任何一个版本的这个转型正义条例通过 他就不被起诉呢 有没有可能转型正义条例通过 原民未经申请采取森林产物就不会被检察官抓呢 请问我们的条例通过之后原乡建物就地合法了吗 请问原住民族转型正义之后平谱族人从此举得原住民族身份了吗 那我只是在想回应一下就是希望在座的学者也可以再多提供我们一些意见 到底我们要立怎样的法才可以为原住民族解决真正的问题 谢谢 好谢谢何老师委员的发言 我们补充介绍到场的许淑华委员 好今天这个感谢各位提供的这个宝贵意见 我作为主席啊 这个最后的回应跟各位做说明 第一个我诚心认为啊 到现在还是认为啊 这个对于威权时期的转型正义相关的法案 跟原住民族的权利法案 仍然是应该分开处理 因为它是性质不同领域不同的法案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原住民族的朋友很急 那么我们代表原住民族的委员更急 但是我要回到这个刚才其实这个格老师委员问的那一个问题啊 就是原基法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 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大家把话都讲得很好听 然后呢条文定得很漂亮 但是实际上没有做 就刚才林教授我也讲 是不是林教授讲我忘了 土法不足以自行 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定得很漂亮的条文 但是呢其实没有落实 也就是说立法者或者是政府 在当初把话讲得很漂亮 推出一部很漂亮的法案 然后到了要做的时候 手脚就软了 因为影响很大 那如果影响不大 就不叫正义啊 如果影响不大 就不带我们来做 所以其实就我个人来讲 我的父母亲啊分别 是在1947年跟1948年来到台湾 在这段过去的历史 包括我的父母亲跟我都没有参与 但是呢我自己的家族啊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刚才这个潘教授离开了 我这个段跟他那个潘啊都一样 都不是原来的姓 其实我的父亲从 我从小的时候就耳提面命告诉我说 说我们这个姓氏啊最早 是鲜杯族的段步 那鲜杯族在快两千年前 这个段是哪里来的 这个段也是汉姓啊 也是被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啊 那对我来说 这个姓氏的意义 其实对我来说那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呢我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个历史上面所影响到的 到今天必须要解决的事情啊 没有那么单纯 如果我们把它单纯化 就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大家把条文定得很漂亮 但是会不会做呢 我觉得那才是重点 如果说我们真的有诚意要做 我绝对不反对啊 去定援助民族相关权利的法案 我觉得那要做 但是要把它谈清楚 到底是要变成准国家跟国家的关系 到底是要定条约 还是要去颁布一个权利法案 然后或者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宣誓 然后这个土地的问题 像政委员的这个版本 我不是不能接受啊 就是把台湾大概一半的土地 就变成援助民族的这个部落 或者是你的这个第十五条的这个规定 那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到底有没有准备 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要讨论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都要讨论 这都要处理 那至于说现行的 包括各位学者 包括各位委员所提出来的 包括狩猎的问题 包括现在对于土地开发的问题 那你要不要去 一方面要去 只有原基法所列的这些 跟援助民族的权利 相关的这些法律 赶快来做检讨 我觉得这两个要并行不备 那这个就现行的检讨 才是真正考验一个执政者 跟考验立法院的诚意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我们现在马上应该要做的 但是现在这个政府 你说五十几天 到八月一号 也不到三个月 我们所收到的讯息 我跟各位诚实的讲 八月一号 蔡英文总统会讲什么话 会宣布什么 我根本一点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就我来讲 我比较我的心情是这样 我比较希望 希望看到八月一号 蔡总统能够代表这个国家宣布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惊喜的 我真的很希望这样 然后我们就顺接着这个方向 我们一起来推动 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现行的 包括梁教授已经离开了 他所提到的 那徐委员在这个地方 南投的这个日月潭的这个BOT案 那我们要不要去把它挡下来 我们要不要去做什么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跟我们未来必须要做的 这是并行不备 可是我们如果把 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这个 我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个感觉 就是说 也的确像 刚才有一位所讲的 那我们是把原居法的故事再演一次 要这样做吗 我们要这样吗 我们能不能先去看到这个政府 愿意展现的诚意是什么 如果 如果说我们现在 急着要把 就是把这个 这个威权时期的这个转型正义 跟原住民族的这个权力法案 把它扣在一起 变成一部法案 我不晓得那个逻辑啊 我可能对于孔委员跟政委员 我讲的他们可能不会 不能接受 但我来对我来说 这个没有说服我 没有让我能够 我坦白讲 这个两个法要定在一起 我不晓得怎么定 政委员的法案也不是这样定 对不对 你是单独的 我知道 我这个我完全理解 就是政委员这样的定法 就是我可以接受的一个定法 也就是说你是把它分开来 因为它的确是不同 但是政委员的这个法案 对于土地的这个冲击 也就是大家在 觉得去谈那个援助民族的权力的时候 这个社会其实是没有感受的 但是你把法案定下来 你要去执行这个社会就有感受 那我们应该让这个社会知道说 我们今天要做的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影响到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社会 这个主流社会 愿意接受也好 不愿意接受也好 就算这个主流社会有所反弹 我们也必须要去承受 可是这需要一个过程 这需要一个去处理的过程 否则的话就会像原基法一样定出来之后 包括民进党的后面那两年 包括国民党这八年 这十年寸步不动啊 没有做啊 那你原基法定着那么漂亮要干什么呢 对不对 郑委员我们在内政委员会你也提到了 我在内政委员会的态度跟现在是一样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态度跟现在是一样 都告诉行政部门要诚实 也告诉我们的这个委员会的同仁要诚实 我坦白我话讲得难听 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原住民族的朋友 有一部分的朋友 极少数的朋友 这个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 就去参加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会议 代表台湾的这个少数民族 然后回到台湾来之后 这个喊原住民族的权益 喊得比谁都要大声 我都不要讲名字 各位也知道我讲的是谁 我是一个很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各位我也知道在这段时间 包括我们立法院的同事 包括很多原住民族的朋友对我不谅解 但这就是我的心情 跟我的利益毫不相干 我愿意来做 但是我也认为说我们应该要面对 现实 我们应该要面对过去这 从2005年到现在这个的教训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 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把它做得到 然后我们希望共同的面对这个困难 我们面对现实的状况 这是我的心情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省能够安排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我也跟各位承诺 我一定会在这个尽可能的尽数 能够把把这个相关的法案再排进去 那孔文吉的法案来了我要不要等他 我势必要等他 不用等他是不是 好 今天感谢各位的建议啦 我们还有行政院跟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所有的发言跟书面意见都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的公报 并且制作公听会的报告 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本日出列席人员参考 今天公听会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现在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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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